好 我們繼續開位 希望大家都能準時啊 那個名證處有沒有新的科長 沒有哈 原住民行證處咧 有沒有 有沒有新的科 大會報告 目前我們行證處樹木科 社長由副署長袁耀華代理 謝謝 消防局咧 謝謝主席 消防局報告 那麼本期呢 本局有部分的主管 異動 那其中有異動的部分是 就在進入指揮中心主任 目前由林景松來擔任 林主任原來是否在調查科的科長 那麼另外災害拯救科的科長 由林信宏來擔任 林科長原來是在關山大隊擔任的大隊長 第三位是否在調查科的科長 金偉泰 金科長原來是在緊急救護科當科長 那接下來是緊急救護科的科長 劉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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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科長原來是裁中大隊的副大隊長 那另外關山大隊的大隊長 孫陽文 孫大隊長原來在我們就在進入指揮中間 擔任指揮 以上報告 好謝謝管機長 後來環保級 我們新任科長 謝謝主席跟大會報告 本局新任的科長 第一位是水保 全保護科陳世王成首長 第二位是內區物管理科 林士允林科長 第三位是環境衛生科 馮淑穎 馮淑哥長 第四位是我們會計室的代理主任林一文 讓報告 好謝謝機長 行政呢 好 謝謝各位 各位主管 以及各位二級的主管 我們今天工作檢查 第一個登記發言是我們黃淚華 黃玉遠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縣文的官員 大家好 首先 我先來請教我們 環保級 謝謝機長 機長辛苦你了 機長 我今天還是老調重談 在上個禮拜二 牆內的東北季風的威力之下 造成我們地方飛茫茫的 而且城土飛揚 相信機長你應該有感受到 連台東市也是這樣 而東北地區更不用講 更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這一天是過得飛茫茫茫的 而且每一個家庭的家庭 都是飛塵 插過又飛塵 插過又飛塵 那舉摩托車出去 飛來 大家都飛如飛年 人家庭 殼過滾年魚你知道嗎 嗯 可憐 那天大家的吃飯 都飛塵 都飛塵 本師也知道 我們中國地區 北南溪 它的溪水 是湍流 可能 比较不适合水壶盖 这个工坊 我想请教我们 吉党你的看法 跟医院报告 因为我们本来 北南溪水壶盖 就是我们台中市区这一段 是做的还不错 可是因为从密伯的台风以后 九月份又连续三四个台风进来 把它吹吹 然后我们现在的防风林也吹吹了 那我们一直在施作 因为九月份 九月份那个时候水比较大 然后我们不容易施作 都要等到水退 才能够进去施作 那有至于在关山那个地区 那我们也已经有跟 那个巴和主席一讲 他们在十一月份 也全部开始进驱 开始施作 一直做到明年的三四月 我们讲这方面 这个因为大自然的因素 那只要这个台风一过后 我们都要抢 抢人赶快去修复 那有时候这个时间上 抢不过老天爷 因为像九月份 就两三四个台风 一年去进来 我们根本没有那个空档 可以进去施作 机长 水覆盖工法 水覆盖工法 它是一种暂时性的 这个台风季节 大水一来就冲掉了 很多是浪位 蛮多的这个工堂 那如果没有大水的话 还是OK 我记得 在三十年前 我们碑南西两侧的西床 都是开放陈珠给农民来种西瓜 那时候 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广 而且种西瓜的农民 每天都抽水 吞撒西瓜 吞撒西瓜 但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这个含水饱和度 都是很高的 很高的 尤其是这个西床 这个罗洛的这个面积也减少 那东北季风一吹来 几乎啊 这很少的这个风飞沙 我想因此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面积 这么的大 那所以 我们种古地区的北南西 北南西 土地的这个 开放之后 跟解冻之后 完全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陈珠啦 那因为是水利署的政策的因素 所以整个河川地 不再开放陈珠给 我们的农民来种植 所以 这红飞沙就在这里了 你有感到红飞沙就在这里了 所以这红民 提供你的看法 跟议员报告 那个 议员的看法是 是真正确 可是现在就是 因为它主管机关是八河局 北南西的主管机关是八河局 它在那个中华桥的那个上下游部分 有开放陈珠给农民 那一段有 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这段时间 那个农民还没有开始 那个耕种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季节性的 那再过来就是因为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这个雨水冲刷带来很多的沙石 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 北南西的那个裸露地面积一直在逐渐的增加 而且都在那个很湍急的那个河中间 所以增加我们那个湿度有困难 我们也尝试过用直批 就是种草种 可是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很容易被冲毁 所以这方面我们目前为止 还是用水孤盖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水孤盖如果像我们 官山地区那个地段 就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但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草种而已 我们是不是请郭王氏 麻烦你帮我一个照片出来 吉党 这个照片 它是在官山清水空旁边的 这个风石溪 两侧都是清清河边草 那苏长如果像这样的话 就不怕风灰刷了 是不是这样 我不怕风灰刷 那是不是你有办法协调我们八河井 我们北南西的沿线来种植 我们partner 或是比较适合的这个作物 让我们两侧的都是有利养 都是有利养 那partner的作物容易生长 会叉坚了 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村库率很高的 村库率很高的 新品也很低 对荷川的形态 绝对没有造成这个营养 一定没有造成影响的 不想这方面可以把这个 膝床全部布盖住 那乔风来的话 也不会把我们的沙尘来催行 这些都是我们地方的勤劳 对地方的人士所提供的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今天才跟我们集长来共同来探讨 是不是这方面可以做得到 是我们会跟八号局在研究 但是跟叶包其实我们也有尝试做过直批 对对 就是刚才跟叶包包就是很容易被冲刷 那个草种都还没有长起来就被冲刷 不是种partner的 但是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 也要估计叫生态 就是那个有些外来种对我们生态会有影响 当然要本地的 我们原地的那个品种来试试看看 那个重点还是在中间的河道还要输郡 我们最近也是跟八号局讲 因为刚才跟议员报告的 因为最近的那个这几年来冲刷的那个砂石太多了 所以中间的河道都已经裸露地太多了 我们也是请八号局是不是来启动那个输郡工程 我们也知道这个前者是带于水利署八号局 但是我也希望说县政府要积极去协调 是怎么会跟他协调 对啊这应该是安静的 因为这个人民看了会不会刷来 真正好就厚人天了 希望苦得也是我们献民了 那最近我看你们挖包了很多的 这个枫灰沙的研究 研究 那么研究归研究 遗憾了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再做到这个解决之策 在这方面 从过去到现在 除了暂时性的防制枫灰沙之外 其他的一大水域沖的又还是一样 你看那一天你看整个重谷县 还有台东市都是飞茫茫的 那锤齁 那锤齁 那锤齁那锤齁 那锤齁 那锤齁齁 你努力从工我们蛮肯定的 蛮用心的 在星期六 你们处有办这个毫米收冬季 在池上 那么内容也非常的充熟 而且这个非常的精彩 但是唯一的就是时间点不够 我看看大部分都是外来的这个游客 我们本地的农民没有 我们主要除了是发扬我们客家文化之外 也有文化的传承 那也让我们农民也能参与一感 结果你们办的时间点真的不对 因为农忙局当地的农民都没有机会去参加 那是不是机长你看看明年的活动 我们会再跟那个客委会沟通 我们知道最适合的时间 应该是12月的第一个礼拜 那个农忙局 但是因为客委会把时间定在11月 希望我们班 我们会再调整 会再沟通 明年有机会 明年我们希望在12月 希望我们配合农 这个农前期 我知道你们可能是为了消化预算 不是 不是核销预算 对不起讲错了 核销预算 所以赶紧要办这个活动 那我希望明年一定要 配合这个农前期 因为它是客委指定的12点大项 他就每个月都有 他把我们排定在11月 所以我们会去跟他沟通 因为收割通常都是到12月初才晚 所以我们以后会把 希望把时间拉到12月初 谢谢处长 辛苦你了 谢谢主席 好 谢谢洪瑞华 因为消化预算是很很麻烦的事情 好 但你有更正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洪东凯洪言 好 谢谢主席 首先请 环保局局长 我们最近 一样吵得飞飞扬扬的还是垃圾的问题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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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立法委员 也来台中这边跟我们 呃 环保局 跟我们民间的一个环保团体 还有一些民间的人士呢 共同召开了一个座 一个座谈会 那讨论了 本来是在讲垃圾减量 好 结果讲到最后大概就私交 就是在讨论这个 呃 一顿的垃圾去到高雄 一顿巴的抵扎回到台中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想 透过今天这一个 呃 咨询 我想也让大家厘清一下这件事情 好 那在讲这个部分 之前 好 长期以来我 我一直在提的就是说 我们台中的 不管是资源回收啦 或者是这个垃圾减量的部分 做的速度似乎 还有代加强 那呃 比如说 焚化乳进去烧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 我们是反对台中这边开烧啦 但是我们送去高雄逢烧 有缘还是有代奥性的问题嘛 那代奥性大部分来自于塑胶类的东西 好 所以限塑 好 限制塑胶类的使用好 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意思 那目前好 世界各个比较先进的国家 针对塑胶类的一个使用 限制的这个情况 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在执行 那台湾呢 呃 中央政府现在据说是在2020年的时候 有这个目标说要全台一个限速的政策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会期之前我也跟您讨论过 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知道 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会期我们来提这个限速的自治法规 好 来从全国各省市台中第一个开始做 有没有这个肯定 跟医的报告 这个 这一个限速的议题 就在我们原来的一个 支援回收跟垃圾减降的一个规划当中 跟医的报告 我们预计是在106年 106年上半年 就是一到六月份 我们要先做一个宣导跟推广 那这段期间 我们也是在做 也是在进行法制的作业 那我们预计是在 106年的下半年开始正式实施 因为我们的台中面临的垃圾的问题 比其他县市更严重 我们有必要自己从本身做起 尤其刚才议员所讲到的 这个塑胶 其实是尤其是有含氯的 这样的一个塑胶产品 是能代用性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会带头来做 是我们从 预计从明年初开始先宣导 你明年中开始执行这一段 我需要这个立法这个过程 如果说要整个草案OK的话 请议员搭配来支持 我们就从这个会期来 把这一个东西放入 我们的知识条例里面 还有补称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家户的垃圾袋 我们要用贵袋 因为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都从公家机关 跟学校开始实施了 成效不错 还演不错 那也减少说我们 这个第一线的执行人员 破袋的这样的一根跟民众 产生不好的一个摩擦关系 那如果用透明塑胶袋 那个清潔队 你在收取垃圾的时候 他就可以马上一目了眼 到底有没有落水 支援回收 就是垃圾分类 好 这个部分我们也计计 在明年上半年开始推广 然后下半年才正式实施 OK 我想这样 我们可以一起共同 来宣示 就是说 目前焚化炉 还没有解决的方案 是 那 外县市也立刻信的 就可能不收我们的垃圾 是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尽快的让 那个垃圾零产出 当然这个目标 看起来也是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要宣示要做 希望能够很快速的 把这个垃圾剪亮下来 那再来是提到有关 蓝羽跟绿岛的生态捐部分 之前在民国92年的时候 蓝羽跟绿岛都曾经提过 要来特征这个生态捐的部分 那我们 我们要叫它生态捐呢 或生态的一个收费呢 这个 之后再讨论 好 我们预计在这个礼拜五 邀集蓝羽跟绿岛的相互所 以及我们两位议员 还有当地的这个 业者 航空公司跟船公司 一起来讨论有关 蓝羽跟绿岛要课征 生态捐的这件事情 就是随着机票或船票里面 加收50块钱 那这个所收的这个费用呢 会用在 蓝羽相当所原本预计是用在垃圾处理费 还有所谓的这个生态维护的部分 那这件事情你觉得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跟业也报告 蓝羽要开征这个生态捐 在我们县武的地方 我是热番齐程 但是我跟你说 我是建议 这个生态捐应该用在环境清洁 以及生态文物 因为垃圾处理的部分 我们中央这个领导 那个建设基金 已经有帮这个蓝羽来做处理了 我想这个目前暂时来说 对蓝羽的垃圾处理费的 没有很大的一个财政压力 但是我还重申 我热番齐程就是 针对蓝羽的环境清洁 还有他们的生态维护 从生态捐来去收取的费用 来去实施做 我觉得是热番齐程 好 那礼拜五的座常会 再麻烦局长 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 好 大家细节来讨论 谢谢局长 然后再来就是要进入比较重要的问题 现在一公顿的垃圾去到高雄 1.8公顿的抵渣回来 这件事情成了吗 我跟一眼报告 我这样说明 因为大家都一直把这个东西定位在抵渣 其实我们载回来不是抵渣 1.1公顿比1.8公顿 它是有原因的 高雄他在把抵渣 就是他们除根烧尽的那个塞灰跟那个濡渣 还要送到处理厂 处理厂处理要费用 它是跟我们垃圾处理费用去换算的 这样换算 所以说才互惠机制 就是说依照他们送去处理厂的抵渣的费用 经过处理以后是再生力量 这个力量我们再回来的比重比例就是1.8公顿 你讲这个我理解 但是大家认为再生力调这四个字 太美化他了 而且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读到 现在没有人敢讲 说他绝对没有读 那我们先问局长是说 这件事情到底成了没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我跟毕业报告 其实在11月份 我们就开始启动 因为不然高雄 11月份现在开始了呢 开始就是在扑换那个量 但是因为我们有提供给高雄 因为我们本身还有一些前置作业 比如说我们要做背景值的监测调查 还有我们还要申报这个给环保署 那再生力量这个名字不是我发明的 我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环保署里面它有一个回收利用的一个里面的法规的用词用的 这个都是合格合乌法律规定的 局长你现在这个再生力量 你现在是还放在高雄嘛 对 等检验完之后再送回台东嘛 对 那所以从11月1号开始就开始累积了是不是 因为他们现在在税修 在税修 所以预计是11月9号我们垃圾恢复算过去 那我们送多少垃圾 然后就在1.8oz 那我们台东的垃圾怎么办 因为我们焙化炉现在要没有共持还没有起用 能不能起用又是一个未知数 那我们的掩埋产13格掩埋产都满 尤其是台东建築掩埋产 經過尼泊車颱風以後,一眼可以看到,堆起來,那怎麼辦,我們馬上面臨我們的垃圾,沒地方去 禮拜五的座堂會,我也很清楚地強調,第一件事情我站起來批評中央,他們對區域聯防垃圾的策略,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是徹底的失敗 這個徹底失敗造成現在台東的垃圾運哪裡去我們不知道 好,那沒關係,那個焚化爐大家也不要,你再也不運回來,其實目前台東看起來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垃圾掩埋廠 對不對,我們到現在沒有垃圾掩埋廠這個重啟,應該說重新找一個地方選址這樣的評估方案,目前我們環保局長有來講 第一個,任何的掩埋廠蓋在任何地方它是靈體設施,沒有人會願意的 這個我理解,但是我們也沒有這個打算 台南它本身也做一個掩埋廠,還是被抗爭,也是停啊,也是不能用啊 那大家,這個臨地設施沒有人喜歡的,第二個,中央不補助這筆錢,以我們財政狀況不太狂 第三個,款不濟急,因為一個掩埋廠的施作,不是我今天說要做,下街就可以取用 但是沒辦法,現在就沒飯吃了,吃這個東西會拉肚子我也得吃了 對啊,那我才會說,用再生力量對我們來講,我們溝通工程又可以使用,又符合法律規定 那對我們沒有損害,為什麼都不同意呢 這個說法大家沒有辦法接受,因為再生力量的那個部分,大家還是有疑慮啦 所以我是建議,在這個還沒有很清楚溝通之前,這件事情先暫停一下 這高雄那邊部分在溝通,但是我還要講的是說,你趕快去想辦法去評估,垃圾野埋廠重啟,或者是說找一個新的地方選址的這部分,一定要趕快做 我們本身建的沒有這個地啊,目前沒有這個地啊,那是不是要逃遍施作,輸的也不可能這個地啊 沒關係啊,我們中央解釋的地,來當家國有地很多啊,在想辦法 跟議員報告,國有地也要適合啊,你說清山來來,你要先有這個想法之後,去朝這個方向評估 跟議員報告,其實兩年前就有在尋找,你可以問那個國外主席 洪議員,等一下再登記發言好了 好,謝謝洪東海洪議員,我們接下來請王輝龍、王議員,請打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主席 呃,收請了,我要跟我們繼續請洪保局長 議員好 我所在一間,請你去改為 那個... 那個... 剛才我們... 五年的講 我們本所請去高雄修 是 那一棟,如果一棟沒有,記者跟一棟 那棟沒有,我們要放再一棟 1.8噸 1.8噸回來 那是屬性嗎 是,沒錯,那是高雄跟我們的條件 尤其是,我們要放了,我們要不要 沒有,但是議員報告,現時在抵扎,經過處理 他處理好的 一定可以,依照法規來說 法規來說 他是可以再使用在公共工程的一個取代食材的力量 如果今天是純粹在抵扎回來 當然,我們一不能使用 一不能用在公共工程裡面,當然不合不划算啊 可是,跟議員報告,這個是法規允許用在公共工程 尤其是在基底,或者是填海,或者是陸體的,或者是鋪路的 可以用 我們現在過高雄一天再多一棟過 我們的本所量現在一天全完差不多百十棟 112到100 文貴有完全多少 蛤? 文貴,文貴 文貴差不多這樣量啊 百一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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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棟要拆這個 多少棟 你說 如果一百棟我們就要運回 一百百十棟 一百百,那一百百就要放在你,這有時候好嗎 現在有一個地方就是 一個地本 聽說你要放廣山對不對 是啦,地本 我怎麼說放廣山 地本那個 你不放哪 不價專用區啦 因為那個基地比較多 然後我們去過評估那個地方 公共工程的工程會使用 日本的人怎麼放 你怎麼想這樣 這個地方 沒有什麼,對我們的民眾也沒有什麼 沒應用的 那本民眾 一個本書你就要跟發展都沒應用 對不對 沒有,大議員報告啦 那是經過我們的法規 合格的 它可以使用的 譬如說我們這次抵達回來 那是經過出力的 然後它有篩選 有分選過的 你說地本什麼地方 大家說什麼 那個問題是 我們那個 日本 溫泉 溫泉度假專用區 度假 度假專用區 他是不是 那個幾十公县 那個有個多的地方 他現在 阿伯要施作工程的時候 你說 他要穿頭 那個溫泉 那個以前的 那個地本就那麼過 地本就那麼過 那個有一個防針道路 我剛才那個防針道路 對 那三十個那個 那個 那個在那裡 那個要做溫泉區的地方 他要是理想區 那要穿頭 那穿 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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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要蓋東西 要穿底 民眾 要穿九頭 就說那樣的辦法 就不可以穿了 阿你怎麼 穿那個火爪 好啦民眾 開爪是因為他穿 建築廢氣路 不是穿頭 建築那是穿頭 那也沒讀 火爪有讀 那沒讀 就比較只能 那些人 那是火爪 那是 在生理 那間我處理過 那有處理過 那不是沒有處理 那好處我 就不讓他穿回來 那我就收容 那 沒有人會 做天鹽那一場 對我們那種 那不可能 對我們沒有好處 那不是 現在我們全人 我們全人 沒有人知道這個事情 現在全播了 可能你明天就生意比較好 我告訴你 你自己比較注意 謝謝 謝謝議員 這是明天你 那不然 那不然 地方沒有民主 沒有人 公平會 讓人家這間可以 或是怎樣 民眾在那裡 放這東西就不行 那現在你 現在你要把生火爪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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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要處理 我再一個 四點 齁 日本那個 有區那個 本所要處理 哪裡 那 方太本的 你用那個牌子嗎 對 那牌子目前目前 就是 看看 看有人 要標 現在 我一方面 也把 彭博士 請他補助 破碎機 也有準 現在是要看破碎機的健康 你們的想法都很簡單 那些刷子 是 一十幾萬 那些都要有刷子 也不吃刷子 還有那些 你說要用破碎機 齁 事實說那些成分落過 你知道嗎 那些沒辦法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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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都是鐵機啦 鞭鞭啦 一些雜貨都 割一割 原來不 那是不開始紅胎 是不會佩合高侯的 那樣 那開始牽的 其實後來我們牽都有分開 那還有人是來 來支援我們的順 沒有 沒有 所以 那裡是哪三個 沒有啦 有一堆 有很多衣服 但是比較高的 那邊比較高的 都比較沒有 沒有啦 你用它刷子 那幾天要三天就不刷 那你不是要刷子 刷 一天就刷了 你 我像人家要先去刷 你說要刷子 那先刷 那先刷 那先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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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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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要刷子 我只有一些瘦子三個 現在那種青棟的梨子 那種燉多一檔都有高級 對 差不多2300 一萬三千噸左右 我真的看 如果在樓邊看那種青棟梨子 所以一萬三 那去飛載起來的時候 要處理 這看我們儘快看 沒有那個兵能 我們會用補充機來處理 我剛才看要處理 我知一個點是怎樣 我們那個 買一塊一口 你們 當初在樓梨子 那整樓梨子 哪個滑鼻子 現在整個 你們都不一樣 青不一樣 拼材 這對樓梨子 有人說 黃伯家在灌垃圾 這整樓梨子 整樓梨子 整樓梨子 你都不經意 這個人 沒有整樓梨子 我給他報 其實那個 紅牌之後 我們把樓梨子拆掉之後 那邊我們都清理過 五千 那一樓梨子 整樓梨子 整樓梨子 我有想 我是放在樓梨子 沒有 我不是說 我說樓梨子 也可能會頭頭分手 所以我們在樓梨子 跟樓梨子 樓梨子 樓梨子 那邊都要把樓梨子 樓梨子拆掉 樓梨子 人家要做樓梨子 看樓梨子 比較難做 要做沒有難做 不是說有難做 就是有人頭頭 你才把它放掉 那樓梨子 整樓梨子 樓梨子 那樓梨子 那樓梨子 有樓梨子 所以 他說你喔 這個 樓梨子 請樓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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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樓梨子 床梨子 我想樓梨子 請樓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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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殷 k función 當然要這麼長時間 請樓梨子 著樓梨子 那樓梨子 大樓梨子 樓梨子 教堂 鋒梨子 safeg療 有一個 柜梨子 見誰 就讓登頒 到後 invitation 和 這段時間就要拚了 是不是請他向官党 我跟農導員合同 我可以先拖著先跟庭主 擺盤的金屬要蓋這麼多打算 先把這個拖著弄起來 感謝王議員 長期以來對我們地方問題所需用地 努力再幫我們協調 所需有什麼事 庭主要用太多了 如果他一定處理一下 我們當然就來教財富貴的產生化要怎麼保養 我剛才已經在廚 廚都要跳跳了 廚都要跳好 我現在廚藝裡面還要不跳完 一樣的水蒙集集完 我們來教財富貴 你們現在在觀眾 跟以前你們的觀音機的輔導會動 好 觀音 剛才剛才先出財 好 一下子 好 以上 感謝主席 謝謝 謝謝王輝龍、王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林三天李妍 林妍你現在有另立字號 三天宮兵新道德是你的名字 你已經出家了 感謝我們大學主席 大家早 這個行政處長來你請教一下 過天那些土地是什麼人給做七十年 什麼人準啊 什麼準啊 說來聽看看 誰準的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那個家是你同樣的 過天後面那些 那些你打訴訟的這家家都是你們看的 跟過天那一塊不一樣 太不一樣 不一樣 我跟你說 我常常跟你們說的 是你們做的就是十十六九百 十百 啊十百 啊千古中 我跟你說實質的 別的壞但是齁 如果你抓到一種筋骨 在這裡各位報告 目前現在時間九點半 農業處長 十六月貴 跟副處長 目前在調查站 就現在此時此刻在調查站 台北市調處今天下來 就有關於農業處的 小軍庫 有涉及 贊助 某一個 基金會 便當啦 幽覽車啦 江江家林基金會扮多 你不要去跟他贊助過嗎 有沒有 有沒有協助過 我不知道 跟他講 沒有齁 小炒的到時候會哪有錢喔 我先給你送給你 不要做那種筋骨順的 沒有啦 請教你 結帝有哪塊土地 最近你是不是 到台北去找一個 某一個財團要來在那裡做投資 有沒有 完全沒有這一件事 沒有齁 我希望你 比較慢的 不會出事 你請坐 那個英明處長 你那個研保 研保 研保研保科長 沒有來嗎 我要給你拜託一下 原住民的土地有糾葛的時候你們要積極介入去協調 好不好 齁出店 這個 國長再拜託一下 來國長請請 我要請教我們的 原住民的 出店 當有一天啊 你有一個自親啊 因為生了重病啊 你為了要表達孝心啊 請問你的立場你會不會到山上去採牛腸菇 你呢 我嗎 對你個人 因為我對牛腸菇 以我自己本身 我對牛腸菇 認識不是很 好那我再次請問你 過去在你的 認知裡面 研住民有沒有在講牛腸菇有什麼效用 你坦白講有沒有 應該很少吧 因為我們 阿不然就是你不知道就好了 阿不然就是海岸 沒有嘛對不對 好 最近啊 報紙有登啊 一個原住民好朋友 為了幫他母親啊 臥病多年啊 他不得已啊 他就到山上去採牛腸菇啊 但是 牛腸菇所頒布的東西是以 聖英華 李悟起他把他 一個要保 保育的東西啊 這跟法律有抵觸啊 結果他被拖過被抓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台東哪一個地檢署 或是檢察官 犯這個案子 經過媒體的 披露出來 就判他無罪 第一 他的理由 他是孝順 第二 他犯罪的所在地 是傳統領域 所以判他無罪 那我不知道在這個 此時此刻在台灣 分兩千三百萬人 在台灣這塊土地 為什麼法令可以分為一個街 一個威脅是不一樣的 讓人民搞了一個錯亂 結果 那個原住民好朋友拿回去 弄了這個 牛腸菇牛腸湯啊 給他媽媽喝完之後媽媽健康起來了 結果整個部落在山上 他們就辦活動慶祝啊 奇怪了這個牛腸菇的效用 神力怎麼那麼好 他們就慶祝啊 喝酒就殺出這位慶祝啊 在慶祝的過程啊 我走過去看 剛有一個原住民的一個年輕人 他在哭啊 大聲的哭啊 我就說兄弟為什麼要哭 他說啊 牛腸菇啊 牛腸菇這個 藥用引力的藥癮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我感動 但是我也做錯了一件事情 我說為什麼你會哭做錯事呢 今天應該高興啊 他說這個藥力啊 那麼好啊 我當時啊 忘記啊 跟蔣經國講 所以蔣經國提早離開我們 我對不起他 這是一個時代什麼時代 我要跟我們台灣人說 以後老闆愛國情歌的 來23天才定期 定期之後 我唯一到處的小藥原住民 來傳統他裡面 拿什麼歌都不用 都沒桌 這個是在修遣原住民啊 這個檢察官啊 我講難題一點是台灣的混蛋啊 現原住民不忍不義啊 那未來在法律上的一個戳爛啊 什麼事情都以原住民來砍了啦 沒名字了 社會的轉型這一次這樣轉型喔 故意講原住民在哪裡他不犯罪 啊在哪裡他就犯罪 然後拿槍沒有罪 這裡沒有罪 那台灣不是 一國兩制嗎 一國三制嗎 你認為呢 你認為這個檢察官 把它判無罪 未來會不會影響原住民在深山裡面的生活 會不會 呃 跟一個方法因為這詳細的狀況 好那你不了解我再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 如果這個原住民他對生理無法 確實是法律上不是那麼的熟悉 我們用違罪 警告 違罪的方式來代替處罰 社會可以接受 他現在是告訴台灣人如果要 要窃取 山上的東西 就來寫一個委託書給原住民在傳統里印 這樣以後就沒事了嘛 你認為 越遠無散應該還沒有做些委託 啊他就這樣 所以說老闆要向 無情郭子 無情郭子 來我這麼定期 我才轉來委託給別人 你請坐 你請坐 這段小小故事啊 事實上是突顯到台灣的一個社會法律 的一個不公平 轉型正義沒有做好 族情要融合 要一體自用 這位 這位 原署長 院長 你那天在 南下換天之外 那是立行的 立行 對對對我知道 立行 南下 貴田 貴田 這都是立行的嘛 收逃嘛 對不對 收逃啦 要開會的時候一定要請議員吃飯 黃建廷交代 你們每一個人都去把他一個任養一個 不要讓他出狀況 讓黃建廷難看 然後就在貴田 總共吃多少錢 我們那天 我跟議員保管 六千塊 不是不是我先跟議員保管 總共花多少你給我講你花多少錢 你對我比較不好你都有 你花多少錢啊 你花多少錢啊 八六萬六萬 八六六 江建廷萬 江建廷萬 此時此刻 天在地變 天慕人厭 隆敏在 心裡唐血的時候 你好意思在貴田那邊 洗開好幾桌在那邊 吃吃喝喝啊 道德良知就是在這裡 不是不能聚餐啦 聚餐是好事啊 對啊我覺得聚餐是好事 那你為什麼要到貴田 你在強調 不會和諧 我沒有要和諧啦 你們家的事情啦 誰要和諧 公事費就好了 農民的盆子都倒了 一整年沒有辦法收入 要打林工也不知道到哪裡打 這種心情的一個 一個轉折是非常的 痛 那你好意思在那邊吃飯 這是例行公事 給你笑話啦 坐到這個位子 你應該為了我們原住民好朋友多做一點事情啦 不是跟一些有權力的人在那邊繳糊啦 還好意思講咩 要喝要吃 盡量去吞 盡量吞 你請坐 我待會兒我還會定期 我希望你啊 不要繼續欺騙台東人 我警告你 你要住台東你不會跑 你沒有做正事啦 台東的一個社會環境的變遷 台東的紅化爐 洋洋沙沙在台東人折騰了幾十年了 他是一個乾坑啊 你不想辦法積極把它丟垃圾看怎麼改善 前市長在昆城 為什麼有辦法把垃圾分類 為什麼可以垃圾不落地 為什麼他會從一百七十噸一次減量下來 為什麼你不去談他的經驗呢 民事講你的道理 瓜哥議員我們就是在解釋垃圾問題啊 好 那如果有一天 你講的都很安全 我請問你 現在大家門心自問 在來你的何為了 有誰敢公佈他的安全 這是環保的事情 你不管講嘛 不要給他提搬啦 你拿那個愛情小說啊 跟消息啦 就不可以跟你們配合啦 台東的紅化爐就不用跟我們講啦 不要說我什麼啦 垃圾你們怎麼有事情啦 現在不用跟你講道理啦 垃圾怎麼處理 垃圾怎麼處理 對鐵那一塊土地 在建築了七十年你怎麼不站出來講 跟你沒關係吧 透過財政 台東的垃圾 每一個人 你們家的事情 你不要跟他公佈我現在過來處理 來過來處理就好 那我來處理好不好 你要怎麼處理 等一下要再登記 本來就是要處理垃圾 好謝謝 林三天理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張正會張議員 洗腦時間十分鐘 好謝謝大會主席 也 特別佩服林議員 要解決就選縣長 我建議 環境的問題 是因为有人就会产生问题 当然我们要想办法解决 理论上应该要从人开始做减量垃圾 然后再分类 然后再重新的使用 支援的再利用 问题是你的环境必定有一些制造的污染是无法解决的 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局长你能不能仔细的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如果真的焚化炉不能使用 我们还能有其他的方式选择吗 这个选择方案会对其他 会对大地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报告一 谢谢你对我的介绍 我们焚化炉目前还没有共事之前 我们现在都在做垃圾掩埋场的活化工作 像譬如说台东市的建築掩埋场 已经工程报已经出去了 北南的规划案也出去了 下一步我们就走走翻山 可是这些都需要时间 因为大家如果接受既有的掩埋场 也不希望我们再开花新的掩埋场 那在这个段期间 我们垃圾每天在产出 那我们支援回收也一再次再做 我们支援回收率一直提升 可是毕竟再怎么做还是有垃圾 这个垃圾我们要处理 所以一人刚才讲说 我们从垃圾的源头去减量 没有错我们都在努力 那是不是够不够我们会检讨 那至于我们垃圾每天产出的我们总是要解决 所以我们跟高雄谈的时候 我们也会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抵扎再回来 比如说再生力量 大家能不能接受 后来我们查法规 询问了公共城委员会 也询问了请教了这个环保署 他们主管的这个抵扎经过处理 它是可以用在工程取代食材的再生力量 那用在公共工程的填土的方面去做 那这样子的方式可以暂时解决我们这一年的垃圾的处理问题 那刚好换取这个时间我们来做野埋场活化 如果野埋场活化成功 那我们就不用去再抵扎回来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野埋场的寿命延长 那我们垃圾就可以暂时缓解 那成功我们就继续推动其他野埋场的活化 赵局长这样讲 如果抵扎是还可以再利用的话 所以它是不是焚烧的这些现实应该也觉得很开心 至少还有一项可以使用 对 因为跟野员报告 高雄它本身自己也在用这个抵扎处理过的再生力量 在公共工程 只是高雄它有四座分化了 它不是只有烧他们自己的垃圾 它还协助外县市的 所以它产生的抵扎去做再生力量的时候的量太大 他们公共工程没办法消化这么多 所以它才要求不是真的台庄 是真的每一个县市去高雄烧垃圾的县市 要求让这个比例 这是我们要把抵扎再次运回来就对了 对 经过处理的抵扎 经过处理的抵扎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是原来的抵扎 问题是我们局里面有没有跟我们这个建设处来去做一点多通 如果确实是可以使用的话 有 这个建设处他们都是专家 他们也知道 这个可以取代食草 但是不是完全 但是某些部分 比如说基地的主体 至少它可以不用再次掩埋 占你的这个颠埋 它不是颠埋 它就变成是工程的材料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另外最近非常热门 东北西风一来 整个台东都是风 不只是台东市 我连他妈的西河口 整个吹 整个南面 一直吹到金轮 台东非南西 这么好的一个经验 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西口里面去整治 那叶报告这个我们那是县管河川 都是建设处的主管 那这部分建设处它本身 我替我所知他们也在研究 怎么去处理这个 因为跟叶报告最近这几年气候变迁 河水带上来的河沙越来越多 这河川的裸露面积越来越大 这才会纪念这一两年 这个风沙 只要东北西风一吹 既然环境已经变化到这样 这是可预见的嘛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赶快的去做一些调整 不用说为你筹谋 至少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减低它的影响 这个风沙实在是太严重了 是是是 整个路面 这个车一开 哇都是风沙耶 看不清楚啊 都造成行车上的影响 我们在跟监测处在 好不好 那就请局长帮帮忙 是 台东既然要朝向这个观光大线 环境的整理 或者是维护 乃至于绿美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 是要要辛苦局长 局长请坐 谢谢 谢谢议员 呃 圆明处 是 处长辛苦你了 县长在试证报告 对我们圆明处的工作 特别是这个南岛文化九老师 战役有加 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啦 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 然后生化 可是我觉得京风箱五号六号办这个 洛神话记的开幕 局长我去吗 呃 因为那间有另外有其他的行程 训练 那局长认为像这样的活动 处里面要怎么样子跟他们搭配或者是协助 才能够让他们做的越做越有心得 呃是呃呃跟远报告 就是这一次洛神花节 我们南岛文化节系列 有一个搭配的行程 就是部落工作假期 嗯 搭配这次洛神花的季节 那就是11月18号到21号4天3月 你这个是真正要来部落游玩游客啦 是也顺便就是跟 跟部落的人一起工作一起流汗 然後他們感受部落的一些熱情 讓他們可以直接體驗在部落裡面的一些生活 所以這次我們搭配這個落格花姐 就辦了一個工作下期待法律的部落 有 因為我們是有看到 因為我家常常有遊客來 然後包吻了不厭其反 實在很討厭 我又沒有收到好處 我要說這個是說 當我們在推部落旅遊的時候 事實上要配所有部落的人員要共同配合 可是實質上他受不到感受到的一個好處 處裡面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當我們用這個工作下期 其實也是在一部分也是有在培養部落自己去接待 因為他們也許可以住在接待家庭裡面 就是可以把部落裡面 就是可能孩子都遠在外面外地工作 他們可能有多的房間 他們可以釋出 釋出給這些 就是從外面來的 我大概理解的意思 你說 你現在還是要訓練他們做接待家庭 不然即便有凡間 他也沒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能耐 我們是藉由這樣的活動來 也等於是培育部落去做一些陪伴 然後 所以我想要問你啊 還有吃這個概念 你在原鄉還沒有推動 沒有幾個鄉會搞這個事 你就急著把人家這樣丟到他的家裡去 做得來嗎 遊客的回應是什麼 是 跟你有報告 其實這個在我們要確認這個之前 我們會先到部落先去做溝通 確定是說協會可以做了 或是他們已經找到了可以幫忙協助這個 我們才會進到這個部落來做工作 我們知道縣裡面也輔導很多社區啦 可是我們實際觀察到了 社區會動就是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協會會動的就是 理事長總幹事 剩下的就不是那麼健全 所以你們接觸的念不是這麼廣 有些個人可以做得到 甚至開民宿都可以 可是更大部分的人是做必上官 對他來說不動不養 是這個我們會在 因為這是第一出夫 因為這量子不會很大 那後面如果說以後 可以大家可以出行的 再慢慢把它擴散 這樣大家可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些受惠 我就是在提醒處長 思考一個政策是很棒的 然後把它落諸實施 可是在過程裡面的執行上 這個非常的重要 要真正的讓你要推動那一群人 譬如說部落來說 他們要很清楚很理解 從這個過程裡面 真實的你受到你的誠意 他才做得動 或者是說了解他自己的定位 他可以把自己擺在這個團體裡面的哪一環 整個部落動起來 你才有看頭啊 是我們後面會再做這個講 好不好 不然尤其是你看 你到原鄉你要看的是他的文化 他的環境 他的跟一般人的不同 可是他去看的時候看不出來 他下一次回流率自然會降低 小丁他覺得他的生活跟議員一樣 他何必還要去看 對不對 我們現在算在這個部分再用心一點 好不好 辛苦你們 謝謝 大會主席 謝謝 所以即便是剛才有議員提過 在這裡我還是要請教我們這個環保局長 來環保局長請請 那方醫師請幫我播放一下那個照片 這個是最近網路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東北季風來了 冬天到了 那風飛沙又再起了 下一張 來這個是小吃店 沒有辦法做生意 就是不斷的一直在那邊做擦拭 好再來下一張 漫天的風沙 我們可以看到縱骨這邊 整個非常的嚴重 好來再下一張 開車一樣 剛才大家很多議員都提到了 開車也是一樣視線不良 再下一張 好 那就停在這裡了 那個局長 請 看到這一張照片 就是 你看那個風沙有多嚴重 來再對照我們旁邊 縣長這一張 他解決了風飛沙 東北季風在一起 當然這個風飛沙造成民眾的不變 我想局長你也深深感受到 特別是領環保局是正好位在岩灣裡 就在悲南溪旁邊而已 所以這個我想您還有我們局處的同仁都非常的感受 那像我自己 我沒有請外勞 我自己本身就是瑪莉亞 我自己一天不知道要脫幾次地 這個我想很多在座的女性的局處首長應該跟我都有一樣的感覺 我們家 我們職業婦女回去還要脫地 而且一天不只脫一次要脫很多次 真的非常的辛苦 洗的衣服曬在外面 收回來有洗跟沒洗一樣 比沒有洗還要更髒 那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小吃店 非常多的店家幾乎是沒有辦法營業 特別是做吃的那個鍋碗條盆都非常的髒 那更嚴重的是說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懸浮威力超標 這種空氣品質其實已經非常的嚴重的影響到了我們民眾的健康 那當然 局長我在這裡不是要苛責你 因為這是台東這個地理環境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特別在這裡要跟你討論在這個季節是一定要提出來做討論的 那整個我們台東做風沸沙防治的狀況 一般我們來講風沸沙的防治 目前我知道我們是採用了三種的方法 第一種當然就是最天然的 我們就是整個海洋線我們有這個防風鈴 那防風鈴因為是在尼伯特風災之後幾乎全毀了 幾乎都是光束度的一片 所以這個防風的效果幾乎等於是零了 那這個方法等於是幾乎沒有作用 再來我們的水覆蓋工法 水覆蓋工法其實我不得不承認 其實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雖然沒有達到百分之百 但是這幾年試做的成果下來的確是不錯 但是水覆蓋工法可能因為這幾次的風災 那好雨的關係也都沖毀了 所以這個方法目前可能是還在趕工當中 好 那所以我想請教這個局長 那個水覆蓋工法目前我們的進度好不好 跟議員報告 謝謝議員 議員非常清楚 我們這個治理這個風被殺的一個施作方式 那跟議員報告真的是 因為今年 今年的這個氣候印象 所以連續幾個颱風 把我們這個 現在議員所講的幾個都摧毀 包括阿和局的那個水墓 對 這是第三個方法 就是這個噴砸水槍 是第三個方法 議員非常清楚 謝謝議員的指教 那有關於這個施作工程 因為河水有時候大雨來的時候非常寬急 我們要顧慮到施作人員的安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沒有下去 可是這樣下去的時候 可能下一個颱風又來 所以河水又暴漲 所以這九月份很難去把這個水墓蓋全部完成 所以這個十月份跟十一月份 我們幾乎假日 全員出動都沒有休息 燒掛我們尾辦公司 還有我們的一些怪手的司機 像上個禮拜我們就主要舞台 就全部解釋在施作 這個我要給你們肯定 因為的確我在河河上 就有看到非常多的怪手 所以那個這方面真的是 我們是跟老天爺在作戰 搶時間 那這個對我們民眾非常抱歉 有時候跟大自然抗戰的時候 不是我們一定能夠持足的把握 那我們會盡大全力去做 但是我們現在有做一個 預警的那個系統 就是會預報12小時以後 會不會封飛沙 這個說到這個預警系統 其實我知道你們做這個預警系統 讓民眾來隨時可以用APP查詢 是非常方便 但是查詢這個 但是查詢這個有什麼用 就告訴我們 出門要記得關 出門要記得關窗戶 然後車子先不用洗 反正封飛沙又要來 先找一些剛才議員所講的那些困擾 這個我們現在目前是先做這個樣子 當然這個水覆蓋 還有剛才有議員指教的 我們那個巢總 我們是我們在做 這個執批應該也是你們可以考慮的一種方式 我們選擇適當的地區在做 因為不是每一個地區都適合 對 像我們這個封飛沙應該是怎麼說 從重谷線大概關山以南 就關山以南電光這邊一直到太馬里 就是一整條線 就是非常的嚴重 包括資本地區都是一樣 所以應該是我們要就每一個 每條溪流它的特殊的狀況來做不一樣的處境 這是我今天要強調的重點 所以我也想了解說 比如說你們在北南溪你們可以有什麼樣的做法 那在麗加溪是什麼樣的做法 在太平溪甚至於太馬里溪 那邊你們分別都是怎麼樣來做的 我可以議員報告一下好不好 因為北南溪它是中央管河川 所以環保署它有輔助我們經費 跟巴河局的水利署它也有輔助經費 所以我們跟巴河局我們分工 分做四個區我們分塊 還有包括電光跟關山的地區 關山那個地區是巴河局還是我們 巴河局在施作 那至於剛才所講的 李嘉溪或者是 資本溪 那附近的溪就是我們縣管河川 中央沒有輔助經費 那這個是我們建設處管理 身為公僕來講我們不能有任何的藉口 該做的我們還是要努力來做 那當然有很多我覺得 環保局可能還是要尋求這個專家學者的意見 有什麼樣的方法 除了我們現在目前的這三種方法之外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更有效的 來這個防治風飛沙 因為民眾真的是苦不堪言 現在就是還有一個蘇菌 跟議員報告 蘇菌是監測處要做還是你們 主管機關要做 主管機關 就是所有核酸的主管機關 像北南西的巴河局就要做蘇菌 是 縣管的就是我們監測處 那你們有密切在做聯繫嗎 我們都有跟 可是現在我們跟議員報告 現在就可能是殺死銷售的問題 你蘇菌起來的殺死要去化 如果沒有去化你們一定要飛去 那你瘋來還是要會飛起來 還是個困擾 這個部分就是很多的因素 所以是你意思說 蘇菌起來的殺死我們會賣不出去嗎 沒有地方可以賣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這個所以你要跟 你不能說你不清楚 這個部分你還是要跟 對你還是要跟巴河局 還有跟建設處 一定要做這個密切的聯繫 那這個巴河局的這個灑水系統 我們在這次風災中有損壞嗎 他們那個水木系統全部損壞 全部損壞 那預計 好那預計大概多久的時間 可以修復完成 目前沒有經費 他們沒有經費 那這個部分你是不是要請 拜託我們縣級這麼多位立委去努力一下 不能說沒有經費就不做了 那現在防風鈴也沒有了 那那個噴水的系統也沒有了 只剩下你們這個水覆蓋工法 那水覆蓋工法 你們這樣子施作也要一定的時間 那我們等你們都用好之後 可能東北季風已經過了 春天來了 那這一整個冬季我們台東鮮明怎麼辦 是不是 我們這個水覆蓋應該現在目前已經施作到六成了 不過就很怕再一次大雨 就衝刷 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施作到六成 那現在是十一月啦 你給我一個期程好不好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不然你可能拖到十一月底拖到十二月底 冬天過晚啦 只要天后是這樣的狀況 這樣子的狀況目前這幾天 這一兩個禮拜來都沒有下雨 應該是可以很快吧 其實拜託我們的工作人員稍微辛苦一點 我們家庭來趕工好不好 環境我們這個民眾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那第八核傳局的部分 我還是拜託我們局長你一定要去協調我們的縣級的立委 我們這麼多的立委 我想應該有機會可以去要到錢的啦 應該可以 對因為我們這個殺神的封號不能因為就是不努力 然後永遠就是這個樣子好不好 這個第八核傳局的部分也麻煩你們來努力一下 那那個可以撤掉了 我不希望說我們金牌縣長的招牌因為公佩殺 就那個就是整個被毀掉了 那再來我還是要提到剛才很多議員也關心的這個抵家的問題 局長你們1比1.8的比例在你們來講 你們覺得非常的划算對不對 對我們因為是從金費他們處理費跟我們垃圾處理費算算 是所以是 所以你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蠻合理的嘛 從金從費用來算 好那我現在是要跟你講的也是剛剛很多議員關心的 你這個東西回來之後要用在公共工程民眾可不可以接受 還有你們在追滯的期間就像剛才王菲龍王議員講的 或許資本地區的民眾可能就要起來抗議了 你們後續要碰到的問題非常的多 對我想應該要找時間好好的跟所有的民眾來做也是 對包括我們議會的議員我想可能都不能接受 跟蘭嶼的核廢料差不多 你要放在我的土地上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對 更何況你要拿來做公共工程 好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好謝謝 好謝謝吳修華吳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黃天德吳議員 請打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民政處 我想說有關那個蘭嶼相公所提案的 平時間這個問題又在蘭嶼 可以相公所跟衛生所一直在做推卸的責任 我想說你這一邊民政處這一邊 你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那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呃包議員 實際上平時基本上應該是相聲公所的權者 他們應該要負責的 所以有跟他們協調說 我們有沒有買冰 冰櫃的需求 還有公共設施的需求 我們都可以協助提報花東 或是離島先生基金來整理 但是他們本來說要 現在又說不要 所以我們會再繼續跟他們協調 因為實際上真的只有那個需要 因為這幾年我想說後 下午左天前幾天 我們自己下裡面也有往生者 但是他們是用冰櫃 但是問題是這個冰櫃 呃也是沒有幾個啦 但是問題現在是公所跟衛生所在互相追 既然是這個方式的話 那你最起碼說謝府這邊 你應該要做一個協調 那包議員 實際上我們都一直在協調 但是藍衣箱公所 翻兩個層面的齁 如果是在地人的話 一般藍衣人都不會一兩天就會做處理 如果外地人的話 我們真的是希望他們能夠有一些冰櫃的事實 因為藍衣或整個藍衣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啦 因為這個 對於死亡這個 我在藍衣是算是一個非常容重的一件事情 你早上十 或者是就是二十四小時以內 就是在落日前 日落後 一定要把這些處理掉 就是這個大體一定要處理掉 所以在一天之內 一天之內一定要解決掉 但是如果說我們冰櫃 沒有辦法 這樣子一直推來推去的話 像相公所跟我們衛生所不相推的話 那你這樣子的話 這個冰櫃的放置的地方是也有爭議啦 還好你現在相公所一個已經簽了 簽到新的公所裡面 紅頭去了 所以把這些冰櫃引到這個點 但是我想說 我希望說 我們證書這一邊 再積極的去協助一下看看 能不能說 把這個冰櫃的權責一定要理清楚 保安 我想很清楚的 冰櫃本來就是相公所的權責 他們要負責 那這是法令規定的 另外一個就是 藍衣現在的人口已經破五千了 除了在地的是藍衣人 以外有漢人 漢人有時候也真的是需要冰櫃來去處理 所以我們會積極再跟相公所來協調 實際上我們都有協助的方案 透過離島 透過花東基金都可以 但是要請的是他們必須要有那個決心 有那個想法 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說你做一些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底施間 都可以做啊 都可以做 但是你的土地跟地方有沒有說 只要地墓都OK 我們會再繼續跟他協調 但是目前他們本來說答應了 後來又說不要了 我們會再繼續協調 因為這個 現在是目前來引用的是 因為我們已經算是破壞傳統了 因為他是一天一定要 或就是要處理 確實是啦 因為人會改變 因為他覺得是變成說 難以目前或只要有往生者的話 或他一定會等他的 親人 親人 親人如果飛機不好 沒有 天氣不好 然後這個船班沒有開的話 造成或這個 這個幾次 而且他是插電的嘛 冰櫃嘛 他是插電的 你這樣子一直等的話 也不見得說 讓我們 像我們的家人 在那邊 要等三四天了 我知道 但是台灣這一邊你是七天嘛 其實老實講 我們其實也很擔心 離島這兩個地方 所以 離島現在 目前大概 主要有去世的人 大概就是 一半以上都是農會在一起協助 其他是一半 但是難以那邊 我們有跟 我們台東總共有五十九間的那個 兵葬業者 他們 我說能不能 在蘭嶼設分公司 他說沒有生意 我們沒辦法做 做分部在那個地方 他說我們會再積極協調看 有沒有 就是台東市設一個分部 在那邊做一個兵葬事業 我想這是一個方式 如果公眾們現在沒有辦法 自己投入的話 透過私人單位 兵葬服務業 在那邊設一個分公司 我們有再朝這 這兩個途徑一起走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不管怎麼樣說 這個問題 因為公所跟我們衛生 就是衛生所 就是都沒 經常來找我 我不曉得說 要這個處理 那我不是先問一下 我們民政處這一邊 你們的看法 或者是不是要增加兵櫃了 還是怎樣 我回去馬上再處理一下 再確認 因為確實 本來已經談好了 有一個地方要設一個 可以放五六個兵櫃的地方 但是他們後來又說 又請教 是不是民眾反對 還是怎麼樣 我們再去跟他們協調 所以這一點我想說 這個會期望 能不能說跟我們的衛生 尤其是我們相公所 我們現在閒置的相公所 那邊都還可以提放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是來源的話 他們對這個有那種 是機會 機會 那機會的話 那我這個單位 我要怎麼處理 因為你相公所 他也不敢去動這個東西 你衛生所的話 他是以立場來講 他是可以 但是我們這個相公所裡面的人 全部都是我們原住民的人 對於這個死亡 這一件事情 或這個傳統 他們是不敢去碰 所以變成說 這個單位是不是可以轉移 或者是微波 或這個方式 不然的話就是 看您公所 卸服這一邊 或指派 或者是怎樣 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這一件事情 我們大概還是 希望透過離島建設的條例 來提到計畫 因為 既然 同胞不再有機會的話 也許可以雇用人的方式 然後再 有一個空空間 可以設置 可以購買兵會 在一個停時間 我想那個應該是 因為他目前為止變成是 來與往生 他的往生者 就是親人 變成說 我們自己人 去處理這些事情 包含到包 那個什麼的 運到家裡 或者是 抬出去洗 清洗的話 都是我們自己 傷甲在做處理 你要搬的話 也沒有車子可以搬 就是兵隊這樣子 所以說我想說這一點的話 請如處長或 跟我們公所所協調一下 你在協調 也許他公所可以用公共造成的模式 來經營這個事業 那有什麼方式的話 就盡量 跟我們公所協調一下 好 謝謝 那我們 消防 消防在他第二號 目前你的那個什麼大樓 現在已經蓋了 進度怎麼樣 藍宇 謝謝 謝謝黃議員的歡心 那麼藍宇的臨時停車 我們今年開始在整修 那大概現在在佔領完工的驗收 已經在佔領完工的驗收 大概最近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幾天就可以 是 是 謝謝黃議員 謝謝黃議員 因為這一點的話 我也是在關心 包含到你們的消防車 有些都已經生鏽了 像你台東這一邊的話 看有沒有可以 再把比較好一點的消防車 就是弄到藍宇去 把那 都已經生鏽還 再繼續用 對於一般的 在地的一些消防員 都很辛苦 又沒有技術員 這整個時候 自行保養 他們又不懂這些 有定期的 叫人家來維修嗎 車輛保養 日保養 是我們消防同仁自己本身 要來進行 那 我們局本部 大概每三個月到半年 都會派人到藍宇 來了解車輛的狀況 那 當然 這個車輛在藍宇 它的維護是非常的困難 如期 目前我們的消防車輛 就在藍宇 並沒有車庫 就只能擺在戶外 所以我們只能盡可能的 要求同仁來 把車輛保養的工作 尤其是每一天的日保養工作 務必來落實來執行 那麼這幾天後 我們有一個消防員是嗎 不是受傷了嗎 目前狀況怎麼樣 他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我所了解 他是騎機車 自己去 是沒有喝酒 有喝酒嗎 這個我 事後再了解 看看 這一點你幫我猜一下 不然 因為我們 缺了一元大將的話 我想過他 這個事也是蠻認真的 我想不管怎麼樣 在我們 南宇地區 這一邊 因為選舉會爆發一些 出發的狀況 是 還有間接著說 我想收後 這一點說 跟明正處這邊 至於你消防的話 你能夠有沒有辦法收後 幫我們管理這個 那個丁貴的問題 丁貴 對 喔 但這個 目前大概沒有辦法 因為我想說 明正處這邊 剛好是在你 在鄉公所 是 我是想說 究竟 究竟的話 算你應該可以 喔 丁貨水性不一樣 因為 我想說 我們的消防員也是 蠻積極的 我想說 這一點應該在里島地區 的話 可以協助 我們 三位 機關之間是 盡可能的互相幫忙 因為最近在里島地區 那不過這業務屬性差距很大 那到時候要用 到底誰去用 所以 這個是有意思 好啦 那這樣我們在底下做協調好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黃天德黃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蔡依林蔡議員 尋找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環保局局長 局長好 那我想 剛才有很多同仁 在這個 焚燒過後的那個 抵紮的問題 已經 我想已經談論很多 那我現在我要談論 我們達人山的問題 我們達人山的垃圾問題 我想我們局長知道 我們達人山是沒有掩埋產 那我們 從今年開始 我們都不斷聽到我們達人山的問題 就是垃圾沒有人要收 已經差不多有兩次還是三次 就是停止收 那我們達人山又沒有垃圾也埋產 幾乎我們每天 對這個垃圾的問題 等於是在待命 不管是公家機關或民意代表 或是我們這些地方上的幹部 都對這些垃圾都非常的頭痛 那我們達人相公所這個清潔隊那邊也很苦惱 他們我們前幾天有做一個垃圾的一個說明會 就是到月底 今年年底我們就沒有收垃圾了 那我們相公所也很積極的再去去說明 但是我想我們各村也沒有人願意把垃圾野蠻 放在他們的土地上面或是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角落 那公所當然是非常的煩惱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討論的 他們討論之後的結果是說 如果各村一個垃圾野蠻場也不對 也不是殘久的辦法 到處亂開挖也會被水土保持局 也會被捲擠被罵被開法當 也會影響水資源水污染 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要找一個非常 可以殘久的一個垃圾野蠻場 那這個垃圾野蠻場 我在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過去我們跟道跟達人其實是合作的一個垃圾野蠻場 但是可能鄉長或是什麼已經隔了很久 大概也沒有承認說我們可以去那邊 到這些垃圾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很希望是說 我們環保局或是我們 縣府相關單位可以積極的幫我們 跟大五那個地方做協調 協調看看我們的垃圾可不可以倒去那邊 其實我們達人鄉的垃圾分類已經做得很不錯 真的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想是說局長看 你們在十二月底前還沒有收 還高雄拒收我們垃圾之前幫我們去協調 我們一起共同去協調這樣 那是局長 這個跟一眼報告 這個可能兩個鄉 這個跟鄉公所這邊的一些問題 一些條件 有一點差距 我們很樂意去協調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像達人這樣子 尤其是像達人 海端 太馬里 他們這幾個地方都是沒有垃圾場 如果今天我們沒法送到高雄 馬上就變成問題了 所以我們環保局才會想方設法 來怎麼解決這垃圾問題 那就像剛才跟大會報告的 這個抵渣處理過以後的再生力量換回來做公共工程 大家還是有意見 所以這樣的環境下 這個要處理垃圾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在這幾天 我想再請我們議員這邊 是不是容許我們來做一個下午 找到時間來做一個 比較再利用的 回檢公共工程的一個說明會 那我們希望能夠很順利 因為這個是合法的一個使用的一個 一個回收的資源化產品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目前這一年的垃圾 像開始算一年的垃圾 就不會有問題 那給書姐 我們像類似達人這樣子 我說達人工作人 也很積極 像我們那個蔡議員 你也是很積極在協助處理這部分的問題 局長 那天的說明會 我來告訴你 我們鄉民這樣跟我們說 說我們信義會的人很無能 直接罵我 然後他們說明明台東縣就有焚化炉 為什麼不使用 為什麼一定要送到高雄 然後我們每天等待 說不收垃圾的狀況 所以說這個議員 其實很多縣民都有一個共識 處理垃圾 其實有一個選項就是焚化炉 我這次再說明一下 像荷蘭 跟我們台灣一樣大小 他們沒有一座也埋場 全部是焚化炉 然後為什麼別人可以接送 對啊他們就罵我們說 我們都很無能 台東縣明明就有焚化炉 為什麼要送到別個地方 為什麼我們的焚化炉不能使用 這部分我要幫議員陳親 我知道開議員對我們這個垃圾問題 非常非常大的關心 也急於在協助 這個我可以跟你們的相親說明 其實我們每天都是在被垃圾罵 在被垃圾罵的臭臭 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我也很不想出門 所以我垃圾分類的 特別的是有確實做到 那謝謝局長 希望你後在年底之前 幫我們跟大五再協調看看 協調看看 可不可以說拿到那個地方 那雖然他們是有 有租金的或是費用的問題 我不想再來討論 我不想再來討論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謝謝你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的 嚴明處處長 呃 處長不想請問 有關那個我們 我們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劃 今年我們開始實施這個 禁法補償的計劃 是 那請問一下我們的進度現在是如何 跟英文報告說 因為有關錢的問題 相對很很關切 是跟英文報告說 今年七月份的周遊民會 有開一個記者會 是 可是核定函是上個禮拜 才收到 遊民會的正式的核定函 進法補償的金額 所以說我們其實在這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有透過 我們各個檢測員 已經有都去 去各個地方去做檢測了 那當然還沒有全部檢測完 那因為核定函是 剛剛 上個禮拜 才我們今天才正式收到 我們大概就是 後面就會把這個助力 再把它改上 好 那是不是 我們按照周遊講說 十月底以前一定會把這些 補償金發給我們的鄉民 他給我們的 其實是十一月底以前 全部那個檢測要完畢 然後當然是今年最好 是能夠今年全部發放 今年的金額當然是要 今年全部發放 因為明年有明年的意思 好 那我這個 處長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 有關南田部落的 這個產業特色的 營造規劃 是 我們南田村 有一個在地 幾自然資源的 一個104年度的計畫 我們104年度 不是要核定一個南田 南田村的這個在地人文 及自然資源的 文化地景 我們 這邊原民處的是文化地景 他們是用南田史來去做 對 就是那個計畫 文化地景的 他是104年度核定的 是 然後105年度施工 對 今年施作 到年底結束 現在他的進度是 結束了嗎 南田部分的 其實差不多已經要開始 全部做結合的 電報的工作 應該都要結束了 是 因為原來我們給各鄉鎮公所 各協會的旗程是 10月中以前要全部 然後你有去看過嗎 這樣就結束了嗎 他們 因為那個 他們的經費只有 一百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萬左右 然後去做那個欺牆 那當然後面 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等於很像 看起來是做一半 我還沒有去看 因為我們 我們的那個承辦人 都是一個月半的時間 就會再去 到各個部落裡面 再去做一次的方式 我們還沒有再繼續 幫他們追蹤 繼續還沒有計畫 後面計畫是沒有 如果說這個後面還有再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再提報花冬基金 那原來 原來那個營造計畫 也有跟議員報告過了 就是南田跟多良的部分 我們這裡有提報到花冬基金 新興計畫裡面 那如果說 就是這個自然資源的計畫嗎 不是 還是另外 另外是整體的整個整體的規劃 那另外在這議員報告 明年年初 我們也有針對南田部落 希望能夠先活化一下 南田部落的那個景象 所以我們明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有讓他們去做一個工作假期 就是先讓遊客先進來 體驗一下南田部落的整個一些部落 好 處長 我跟你說那個情形 那個地方 你們給我們南田社區補助這樣 是計畫非常的好 可是我想 你們很像是做一半的工作在那個地方 那他一百 你一百零四年做的計畫 他一百零五年做 那一百零五年做 又沒有再給人家一個後續計畫 他等於是做一半的 希望我們處長再回去 再回去看一下 好 然後如果還有後續計畫 請再繼續讓他們 那個計畫完成 這樣才是一個很很很好的社區 才是一個很漂亮的社區啊 你這樣做一半 我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他的未來的營造計畫 就可以把整個南田去做整個 整個可以把他們的鋪肉文化 可以呈現 他希望你能夠發動機能夠 好 謝謝 謝謝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 好 謝謝蔡英 蔡議員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上半場就到這裡 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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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我們十點四時再組織開會 好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接下來 行打的議員是田師兄 田議員行打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請我們的消防局長 幾三十十 這次的那個 風景的消防隊 你辛苦了 你也會居中協調 我們沒錢消防就 見到沒錢 因為要去這個風景的消防隊 所以 蔡議員你真的辛苦 謝謝 聽說的是 這個月底就開始要爆肚 是 是 而且 也要感謝館長 因為 爹小營爹 爹小壞 別人都要去請 來表 館長也要走出來 是 所以在這裡非常 替風景界 非常感謝他 US 那虞長您請坐 謝謝 台北部分人請坐 謝謝 macro 蝸 美ає 禁止 因為本屬問題就是跟人家要靠一個恐怖局長來處理 真正是沒辦法 但處理事情要有辦法 本屬也真的 我們究竟建議過 當然 這整局的這個 本屬問題 是我們台灣專性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政策的問題 這個商務是政策失敗 為什麼人家說這個問題一定要修 對不對 我常常在說 為我們天月工作不可以做 這就是 這不是時代的進步 你若無法修 哪有什麼叫代號薪 就你問對嗎 你沒有給它掃 哪來的代號薪呢 所以我非常讚成說 因為我們這本屬就是一定要分裂 我說我的家庭就好了 我常常沒有做藝人沒有做什麼 因為我們是農家的地方 我就說家裡所有的 我們來廚餘 我們來 菜子哪有的沒有 我們拿去櫃子頭 對不對 代代的 順便可以讓農作部 可以收益 那麼 其餘的 其餘的垃圾 健性的垃圾 做什麼 很簡單 就是我們 十五千的東西 那就是 健性的本質 你說說我們處理 過程裡面 當然這個政府團的一些 政治 失敗過 無教大家 萬國師債 你要想當中 我們現在為了 本事的問題 要來解決 我們在處理條件 我們切件有條件 我覺得我百天拿一名 所以剛才來看 拿一名標準來看 處理六十八公斤 那麽清潔會九十七塊 還有那個 什麼自然保在什麼 還有一個九塊錢 你心 這樣下去 你也是都 受到這個八千 當於政府人 要去找八千Q 都要去找八千Q 現在很多東西 沒聽 現在我們八千的生活問題 原本 尤其是農民 我們生一個人要有生一個人 在那裡做 人家做飯 免得了我 在那裡賣 農民不是 農民是每一天 就是要去 跟天公廟修建 如果現在天公廟 沒有要做 沒有要做選手 像我們近年 讓我們這麼多 一個這麼過一個 一個這麼過一個 最初生的當然 對農民也有報酬 但是那一點點 根本沒有發不了什麼作用 所以說 我在說 真正就是我政策 真正要好好調整 這個本事問題 在這我 只要講我以來的命也不好 喔 這個小一個放我出來 什麼能夠才去 正式 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常常說 這個本事問題 你如果分裂了 我們就要 開啟這些錢 我們回歸一些資源回收裡面 看得有人叫 抓包有人叫 拿來的垃圾 對不對 但是踢一瓦 輕輕的 多少 當然現在經濟過後 緊急來這裡失敗 但是我們政府也不可以 不可以說 但是如果不應該做的話 不可以他們要做 還是會是會是 你的看法 感謝議員的指教 現在就是剛才議員說的 垃圾分類跟 減量 這是 要健康 但是我們現在除了剛才你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最準要高 要做的東西 是負荷性的東西 複合性的東西 因為它塞膠度比較多 這種東西 你說要放在 貴金或什麼 沒辦法 分解 那剛才你說的那些 調管的清潔劑 希望我們面前 要處理 分層的問題 不是錢可以改管 不是錢而已 我們沒有那個管道 我們賣賣場 在賣 人家 多元錢 肉不給我們燒 我們的氛化爐 也不可以用 剛才你說你也反對 那個氛化爐 燒分層 說話在說 不要經常想要燒嘛 你說要做這個 要做這個難處理 要做這個收出來的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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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都是帶後身 有的沒有 那有的房子系統 那你現在 我告訴你 聽不懂 像你這罐 你反鋪水平 你也可以建議嘛 有 你現在說政府 說港主 三千出來 你的抓層 你的土壘 都有的沒有 在你搞搞這些東西 你怎麼處理嘛 要回歸在工業上 不可以一直 回歸在 在八千元館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 因為這東西你做成的嘛 你為了生意要賺錢嘛 這一點 一個稅金你要去加一批的嘛 因為他們都要去 家裡的八千元 真的八千元負擔不去嘛 我曾經我去看 那些殺在所有的分層裡面 所以 就是我們這些 一些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 他們工業所做出來之後 現在建在生意人裡面 用起來之後 建物就建物沒找到處理 那些東西每天有的 每天接著每天有的啊 所以你這個 對不對 像這種的資金 你開花心就一定要 在電話說不夠 對不對 那 我們不可以經典嘛 像這種東西你用這樣 用這樣 用下去一直下去 你每天 你如果看市場裡面的東西 所有 所有的 有所在的財 所有的東西 你如果看看 不可以 那一路來都是我們台東的八千 我們的農民 把我們這個八千來處理啊 對不對 這 我是一個建議啦 用這個講述這個也不好啦 講述這個 就打不來感情的啦 你請坐 謝謝議員 謝謝主持 謝謝 好謝謝鐵司長 田業 我們接下來請林從岸理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陸主席 請叫 原民處處長 處長 早安 本席在今年五月 定期會的時候 曾經跟你討論過 新政府執政之後 原住民的 部分的這個 史實的部分 都沒有進入到 短行正義的條例裡面 那本席很早就講過 跟你討論一下 本席很早就講過 缺乏一個法源依據的 原住民的真相的委員會 是沒有辦法 幫助我們原住民 或者為我們原住民過去 所受到的 一些不平等待遇 能夠找到真相 這個處長你認同嗎 你認不認同 是因為好像是沒有調查權 你認不認同吧 是 你如果沒有法 我建議講如果你不認同的話 那請 那本席請教你如果沒有法源依據的 來調查原住民過去的真相的時候 你要如何 說服原住民 的一些 過去所遭受到的負責待遇 可以進入到 轉型正義的 這個 這個說法上 主長你認同嗎 你認同本席講了嗎 是 對 好 就當然我們看 今天新聞所播的 如果 如果 當時有法源依據的 原住民真相委員會 能夠像 現在的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 這麼強勢的話 那原住民很多的真相 很多的事實 過去因為政府的威權時代 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都能夠一一的難過解釋 說明 這個是 本席 一個開頭 那今年 我們的總統 在都然 好像 宣誓要 這個 必定傳統領域 本席也在臉書上面看到你的發言 我在那個時間 你認為 傳統領域到現在 沒有劃分 這個方法到底可不可行 未來 可不可以做 尤其是在 原鄉 原住民族群分佈最多的台東線 如果連傳統領域的劃分都劃分不清楚的話 或者是沒有辦法實施的劃 那不用說全國了啦 你認為 你身為一個台東線的處長 原民處處長 你認為 在台東線 劃這樣的傳統領域 像我們新政府跟總統的說法 你認為可以 可以實施嗎 跟議員報告 因為 發色傳統領域 其實是未來後面要做自製的一個前面的潛伏作業 當然 我要提醒你 你的回答要跟你演書上面的回答要一致喔 是 是 那我想說 當然 現在目前 劃設辦法 這還沒有公告 原來 之前的說 雲民會 雲民會他有在 今年 你剛好是我在台東線劃出來的有困難的有幾個劣距兩個就好了 應該是說平地鄉鎮的劃設會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後面 可能有一些是部落跟部落之間交接的一些傳統領域的劃算 當然是部落跟部落之間要去做協調 那還有就是 有一些公有主地跟私有 自己私有的主地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劃設到我們傳統領域 因為 一般我們劃設傳統領域是說 你來這邊解釋我去認同 那現在 目前 他們所宣誓的在 突然 跨地這個傳統領域 有做到嗎 目前因為辦法還沒有出來 有沒有做到 他的騎乘不是說八月的份就要 開始 當時我看臉書上面寫說 當地的鄉村民 就是一陣歡呼 這11月1號是開始發誓 就是發誓 他不是當地一個 現在有沒有 現在是 只為樓梯想不見人來 還是 一點一點 我們園民處這邊的訊息是什麼 之前的時候我們有 就是 園民會有下來 就是把 市童 孤蘭 江蘭這三個部落 一些相關的意見女秀 有先 有先找出來開會 開會 因為目前 還沒有一個取得 一個 很明確的一些共識 所以現在目前還沒有發生 好 那市長 問題來了 市長我請教您問題 那請問台東市的部落怎麼去劃分 台東的意義 大概可能你跟我都找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 本系反而覺得 在台東縣 助長你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要督促 你要告訴你的 聯繫你的平行單位 在做任何事情 處理的時候 一定要先尊重我們原住民族的基本法 在傳統民意會制定之前 尊重原住民基本法是行政單位 必須應該 首先注重的事情 本系常常在 講這個法律對我們 原住民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 可是 我們明明知道這個法 但是我們 行政單位在實施 部分開發 或者是部分建設 或者是部分 這個都市計劃裡面 往往會忽略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麼在辦理各項事務的時候也是這樣 處長你要嚴格 嚴守這樣的一個 本系所期待的一個 精神 至少在傳統 因為 明確的定定之前 原住民族基本法是 你原民族在做任何事務 任何業務受手 必須堅守了中心原則 你知道嗎 接下來 我跟你討論一下南長文化節 這個南長文化節 我本席的第一屆當月 第一年當月 到現在七年 我一直認為 本席一直認為 南長文化節 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本席先不否定 也非常肯定 原住民族的努力 但是 這麼大的一個南長文化節 代表 我們這個台中縣少數民族 原住民族的一個 一個節日 本系常覺得 這樣的活動 好像是我們台中縣 憲政府 尤其是 我們主辦單位 關著門 在玩自己的遊戲 然後自己在自嗨 我反過來就好了 你 給你講兩條 你認為現在南長文化節 在台中縣 舉辦時 碰到的困難 你主要問一下 兩個就好了 其實 班南長文化節 沒有什麼困難 應該是這樣子講 沒有什麼困難 我們都認為 因為以往 大家都認為 國南長文化節 因為我說嘛 你們心態是自嗨嘛 你每屆 在辦單 文化節 你有沒有去檢討 你辦單 文化節 效果和誠意在哪裡 效益在哪裡 所以 所以 因為大家 不是我現在要追蹤你的禮病喔 什麼叫做沒有困難 你告訴我 沒有什麼困難 其實 我們做一個調查 我們先講 我們做一個調查 台東縣民 不管是原住民還是漢人朋友都好 能夠知道 現在台東縣政府辦南長文化節 現在在辦什麼 什麼時候在哪裡辦什麼 在哪裡辦什麼活動 我想 不管你聽不懂 尤其是部落的 軍民 少之又傻吧 大家不要再騙了 只是關起你們來 自己在玩 連原住民都很少知道這個南長文化節 辦理的意義在哪裡 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那本習先生就問你啊 就兩個 你反省 你辦完活動你總是會想說 我是哪裡經費不夠啊 或者是 辦的方法不對啊 總有兩個吧 你不要過一開始就跟我說 這個沒有困難 你告訴我 你反省 或者是你的處理面做計劃的時候 檢討的時候 兩個就好了 以晚因為我們南長文化節都是以活動的方式 所以說你活動的方式也許不是說用動人的方式 用動人的力量來讓波爾蘭開幕 可是今天我們南長文化節就直接就是把 把那個南長的一些文化 直接跟部落去做結合 所以這次我有 好來 怎麼跟部落結合 結合的方式在哪裡 把部落的人 帶到會場去 跳舞唱唱歌 告訴我們南長文化節開幕了 然後跟這些參與的人 告訴我們南長文化節已經開 已經開始進入這個活動期了 這樣吧 還有什麼結合 還要怎麼結合 深遠這邊報告 像這次我們那個 刺繡的部分 總共有時 一個部落 在做我們的刺繡 是從八月中就開始 現在他們部落裡面 就是 以他們的生養的時間 他們工作 閒暇的時間 去做刺繡 那之後才會到 十月底的時候 不是啊 你這樣解釋 本席沒有辦法認同 刺繡是部落文化傳承 跟成長的一個 文化的傳承活動 你辦的南長文化節 你要國際觀 你要宏觀 你要告訴 任何不管是我們全台灣 或者是南長的民族 或者是 對外的少數民族也好 你要告訴他們台東先生 辦少數 這個南長文化節 一個元素民族的一個 這樣的活動 你這個事也要廣啊 你不是把這個標科 刺繡 辦到一個會場 就代表辦的南長文化節啊 初長先不要回答 文教科的課長 你這講一點 你們檢討的事情 就好了 南長文化節 議員您好 那有關南長文化節的活動 我們這次 想把 營造成 把台東營造成 南島生活圈 那可能在 迅速的傳達的部分 是 比較難解釋 OK 我要跟你講 一個 分散力量而不集中 沒有焦點的節日 沒有人會記得 這個本席給你的一個建議 希望我們來到文化節能夠辦得越來越好 好不好 這給你們檢討的方向 好 謝謝主席 上座 好謝謝林總和林議員我們接下來請方先生和方議員審查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級處議局主管 請請教我們的 消防局局長 首先 首先我要代表我的憲民 向你 表達最誠直的謝意 這次的風災把我們貝南溪的河床 都沖垮 把他流水灌溉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我就打電話給 局長 請次 請就 我們的局長 真的表現真的是 讓人家當場 主動積極那種態度 真的讓我們 非常當場 在這些表現 代表的 建議表示最誠直的謝意 再說也是要 請我們建設局長 來協助 以及農田水利會的會長 以罷合舉 這樣共同的來協助 這次的 泥水蓋溉的問題 能夠圓滿解決 這次 代表的 建議 表達最誠直的謝意 好謝謝方議員審查 機長 其實我再請教我們的 林森處處長 林森處處長 人家說是天下第一處 掌管 屋政 地方自治業務 各家事務 還有病醫事務 生的 活人 長生的 都是你在掌管 你認為這四大業務裡面 最困難的業務是 沒有所謂困難不困難 我們只是說在 既有的職業裡面積極去做大概是這樣 如果要有前瞻性的工作的話你認為是哪一個比較 我覺得目前我們想要做前瞻性的工作大概是希望把墓鎮 墓鎮這個業務 推到有一個比較環保障能夠 好好的推行是我們目前想要積極做的事情 你過來想法差不多了 這四大業務裡面最有前瞻性就是 就是冰藏的業務 冰藏的業務 冰藏的業務真的是 很不容易處理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 爛障的問題 還有宗教理署裡面的一些 要怎麼樣去 捷徑 要 污染環境 這都很重要 未來的這幾年當中 如果你還是當醫生處長的時候 我希望你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好不好 再請教處長 最近我接到很多 年輕的小朋友 請教我 像研疫的問題 或是在服役當中遇到 家庭狀況 或是要服役之前 他的太太懷孕了 這樣的問題要怎麼去解決 你是不是把一些 一些條文 在這邊 跟本席報告一下 方遠 目前大概 我們一年 一年服役役的人口大概 1100位 1100位 目前問題最多的是想提早 服役或是延緩服役 延緩服役有他的條件 比如說結婚這是一個條件 第二個 剛好用經驗書是一個條件 第三個 再兼執行也是一個條件 永好服役 第四個就是 你的家真的 只有你一個人 可以供養這個家庭 家裡沒有你就不能 不能生存 這個也是一個條件 如果在服役役之前 他的老婆 剛好生產 或者懷孕 他有那個限制的子役業 服役役之前他的老婆懷孕 還不構成延緩 延緩 延緩 不要延緩 改為替代役可以嗎 替代役有替代役的條件 對他的條件 目前的替代役有 家庭因素的替代役 所謂家庭因素的替代役 家裡沒有你就 沒有辦法生存 不會改成替代役 開害懷孕 也是家庭因素 他那個條件是什麼 看情形 看情形 所以我們通常 如果想 想用替代役的話 通常都要去 施工所來申請 我們幫他怎麼 怎麼協助他 那定義科長 解釋一下 他那個有沒有什麼條件 亦然 如果說他在服役前的話 他在懷孕 滿六個月以上的話 他可以申請 家庭因素去代役 就是說他可以 鋒化到戶籍地 而且可以每天 返家住宿 如果沒有完會 會滿半年 未滿半年的話 那就 因為我們現在 法律規定是半年 如果說沒有滿半年的話 那 是不是可以通融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少子化嘛 我們鼓勵年輕人多生小孩嘛 這個法規 變得太實了 是不是能夠 能夠變通一下 把那個 期限 能夠降低 門檻降低 鼓勵我們 鼓勵我們年輕人多生小孩嘛 多做人嘛 我們現在不是人口 越來越減少嗎 少子化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解決呢 能夠 從容一下嗎 包吟 我想 這個我們會在 積極來協助了 能夠把門檻降低嗎 門檻能不能降低我們會跟 益政署來 協調 看能不能把 把門檻降低我們可以協調 但是如果一南有需要我們協助的地方可以直接找我們 看我們能不能有一個突破的方式 謝謝課長 謝謝處長 好 再請教 圓民處處 圓民處處長 這次的風災 對臺東 洞上非常大 那我們圓民廢館 它那個屋頂都被掀開了 是 那現在我們 建武的態度是如何去處理 好 跟遠方因為之前風災之後 因為原來已經是委外經理嘛 所以當時有時候就先以他們自己的高級 保險分攤的部分來去做 那我們今天有個憲目之分 只是針對他不保護的事項 或者說 幫他去做一些紓困的方式來去做 那目前我們現在已經找到 因為他們在他們 因為原來又經過尼泊測之後 後面又經過兩三個盤封嘛 所以他 他那個屋頂外露之後 他也有很多內部的一些 裝潢都有 都有 因為 都進來 所以他們也有很多的損失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已經作業到 就是我們這邊 都已經做已經整合完畢了 那我們後面會有補助他來做屋頂的修繫 他補助是我們獻福去補助他嘛 他補助多少機會 300次 300次是我們獻福去 對 獻福補助嘛 那已經合下來了嗎 我們是已經發文給他們 請他們來 調場家來試做 金貝是我們獻福補助他們來 施作是由他們去 去施作 是 那謝謝助長 謝謝你 再請教 好 這個議題要帶人 建政董事長也可以 再組 好 報告 主席我的執行到這邊結束 好謝謝 謝謝方仙人方言我們接下來請張前西南 請打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首先 本席這邊想要先請教我們消防局管局長 非常大 那首先本席還是要先恭喜我們本縣所有消防同仁參加第11屆的全國一五招消防競賽 那獲得了不錯的一個成績 在全縣的精神總體標也 融獲了全國第八名 那尤其是其中的拔河競賽 由我們海端 分隊的 有一些隊員也有去參加 在這項比賽 也融獲了全國 第三名的佳績 那我想 這樣子如此 不錯的成績 當然還是要在這邊 要在戰場上的平時一定是有非常精實的努力 以及練習 那對於他們獲得不錯的成績 不知道局長你有什麼看法 我想 我們全台東縣的義消弟兄 平時對於訓練 救災 可以說是付出的相當的多 在全國各縣市來講 台東縣的義消 表現可以說是 全國第一 真的表現非常好 所以說你看這次參加一個 全國競賽 竟然可以 在好幾個縣市中 我們竟然是才一半 一半以前 還甚至是一個全國第三名的佳績 那我想這一定是 局長您帶領的 守屬團隊真的是非常用心努力 那本席也值得 在此也 予以肯定 那就恭喜 那再來就是 對於 上個月 我們烏露村 發生了 圓榮村長 被活埋的事件 在這邊 本席還是要先 感謝我們所有的義消 還有消防的同仁 非常努力地 搶救我們的 村長 雖然結果 並不如人怨 我們村長是不幸往生 那在這邊還是 有一些 就是我們當時 搶救的一些工作 想要在這邊 跟局長來做探討 那 因為我們 搶救過後 其實有很多 鄉親 都有來跟本席來反映 就是我們當天的所有 救待的行程 那我們總 歸納 歸納幾點 那本席就唸給局長 來聽看看 第一個是 我們大部分的村民是說 第一個 現場的指揮不明確 毫無指揮力 那他們 他們所跟我陳述的 第二個 夜間 照明的設備太差 然後導致於我們那時候在現場 並沒有辦法看到遠處的地方 他只是有針對 比較近處的地方去 去探照 第三個 他說帶過去的鏈鋸 根本沒有辦法 鋸斷我們 當時倒塌下來的樹枝 所以 我們帶著器材 毫無用處 沒有辦法去 發揮他的功能 再來就是 第四個 鄉民認為 現場沒有一個 警戒線 警戒的設備 所以導致於人員的進出 是非常 自如的 是非常自由的 那 或許這在 等一下再跟 再跟您在一起說 再來就是第五個 他們有說 到現場的 所有一宵 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都非常想要 盡快的把村長 搶救出來 但是 就如同我們第一個講的 沒有 指揮 沒有指揮的一個 指揮官 所以說變成 一宵到處 都是 可是 不知道要如何做起 還有一個就是 第六個 當我們 我們余村長的大體 巡獲的時候 我們的鄉親有 有反應說 他們覺得 這時候 在前面做挖掘的 在前面去協助的 都是我們鄉親 我們 霧露村的村民 甚至是利道村的村民 並沒有看到 我們真正的同仁 在第一線 來處理 那這是第六點 還有第七點就是 就如同我們剛剛第四點所講的 我們因為 沒有一個警戒線 所以在場有很多新聞 記者媒體 相信那時候的指揮官有看到 我們 指揮 我們的記者媒體是 隨時都可以進到 我們在挖掘的現場 所以說 綜歸以上的所有幾點 這是鄉親 跟我反應的部分 我們就來 想說在這個部分 再好好的跟局長來討論看看 那局長 我剛剛念的這些 幾點 就是鄉親的建議 不知道局長有沒有 怎麼看法 先請局長說明 謝謝張全議員 其實這個事件 它是一個 破地災害 是 是一個破地災害 那 每一種災害都有不同的主管機關來主證 是 那這個破地災害呢 是發生在 海關鄉的鄉道 海關鄉的鄉道 是 所以 按照這個災害的 全責分工 當然就是 鄉公所要來處理這個破地災害 是 那 災害發生的時候呢 雖然當時沒有成立 緊急應變 是 是 沒有成立醫院中心 是 但是根據大學堂對話 它還是可以成立緊急應變 少許來做運作 那我這邊還是有 有一點想要跟局長來討論 如果 今天被火埋的 不是我們海端村 侮辱村的漁村長 而是一般遊客 甚至是 一般我們所謂的村民 他並不是村長 也不是代表 也不是鄉長 也不是我議員的話 鄉長不會到場 那請問你 我們在報警的時候報19 我們一定是請消防同仁去現場 那去現場之後的指揮調度 原則上還會變成是鄉長的責任嗎 會 因為 這是一個坡地災害 消防局 接受報案之後到達現場是執行人命搜救 是 執行人命搜救 但是這個坡地災害呢 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 它這個電路還是 持續在崩塌的 是 還是持續在崩塌 所以可能會造成 救援的人力 他沒有辦法安全的 執行救援工作 必須先去把這個崩塌的這個狀況先 先來做處置 我了解 但是你說的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鄉長如果他變成 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本席真的覺得說這個流程 我們真的要好好來檢討 因為你說的 也沒有錯 到現場之後可以 成立緊急一邊小組 那你成立了之後難道你不用跟在地的鄉長 在地的代表去溝通嗎 就直接打一張紙說 你現在是指揮官 全部都是你要用喔 然後我就只有救人 我覺得您覺得這樣合理嗎 當然啦 因為 沒有您覺得這樣合理嗎 這樣當然不合理 如果你是鄉長你怎麼想 如果你是指揮官你怎麼想 事後我們要再跟湘工所 再來好好做一下溝通 每一個救災的 災害的種類 這個救災的方式模式 都有 都要建立起一個 一套 因為我還是要替我們 海關鄉的鄉長 他們團隊也非常努力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待到現場 都待到凌晨三點多 一直到我們中段 收救 然後撤到我們避難所 烏魯村 聚會所的時候 其實我們同仁都一直都在 我也真的很肯定 我們每一位在場的所有 收難的同仁 都非常努力 但是因為 因為本席就 針對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 救災的流程方式 像您說要成立應邊小組 我想這個如果我們在未來檢討的時候 能夠好好的跟 所有在地的行政機關的首長 好好來溝通 我想這樣的誤會就不會產生 是 對 因為這個事件是發生在鄉道 假設這個事件是發生在 台二十縣的南維公路 它是屬於省道 所以你們就會打 打一通電話給縣長 機縣長到場 就會變成是 公路主管機關 他們要來 要來主政 所以有時候要看發生的點 在什麼位置 好那所以說本席這邊就強烈的 就是 請我們消防局的 所有管轄的同源在 會後 是不是能夠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救災流程 再好好的檢討看看 或者是我們可以事先 跟一些在地的行政機關的首長 好好先溝通 我想這樣子 有溝通過未來在做應變 措施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再引起一些 同意三連議員的說法 我想我們會將整個救災的作業流程 神圖 位置出來 然後透過 我們 每三個月舉辦的三合一會道 或者是 防災生根計劃裡面 跟公所之間的溝通協調 把這樣的觀念 讓公所 都能夠更清楚 更明瞭 OK 然後再來就是要跟 局長來探討 就是有關我們設備的部分 我知道說我們剛好 之後 12月會省我們 下個年度的預算 不知道對於我們 縣內 消防同仁的一些 體消設備 有沒有做加強 我想剛剛三權議員所提到的 夜間照明設備 其實 那個地方實在是空曠 那當天我們的照明車 也因為 我想在陸野那個 四圍橋下那個時候 也是一樣 我們的探照的設備 因為 我們的 照明設備 都是廣域型的 裡面有那種 可是我們應該要 每一種型號 應該都要 差不多至少要有 所以 所以 未來如果發生同樣事情 是不是變成我們 又沒有辦法去搜救 所以這次我們要 早上要購買 早上要購買 OK 好那就再麻煩管局長 會後再協助一下 謝謝張前議員 對我們的鼓勵 謝謝 謝謝管局長 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好謝謝張前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零三天零眼 審討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個 環保機長 請你閉上眼睛 此時此刻你是否聽到上帝的聲音在對你呼喚 好請張開眼睛 表示你沒有信 信用啊 可以存在我們生活的公共空間裡面 給人一個定義 這個叫信仰 信仰他本身啊 是要有一個前瞻性 有宏觀 有慈悲的心情 局長 平常現在我是不捨得苛責你 因為你也是一個高學士的一個學者 也是一個轟轟手法的一個國務員 我是講實話 在你 從事公職 也是坦坦坦坦坦 但是你要了解 說一個環境在這個 社會跟我們 充濟時 你要用無憾 送對給你那個力量跟體育 和台東人生活共同作為 要創作什麼 你沒有當該國問題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 去聽多數的意義 到底 這個問題要怎麼處理 我一直給你貼切 用火魚 三風風水 用困困 用頭皮的心懷來拜頭皮來困困你 放大當人一條社群 如果困成政立委我們的政市長 他的垃圾政策 你們為什麼不把他拿出來做一個參考呢 那此時此刻的高雄 他是不是依然用這樣的方式要來懲罰台東我不知道 但是在面對垃圾的問題的時候 有很多民間的力量跟民間的聲音 包括環保團體人士 已經跟你提出一個說明 我們要如何來打造一個乾淨的城市 有另外一個方式 比如說再製造另一個汙染 這個汙染讓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沒有辦法承受 我們對這塊土地的良知 我們將即將消失 意思是這樣 我也是要去信訊跟你說 難請你當來不取 現在也埋賞垃圾的減量 用高度的垃圾減量達成全民的共識 這是一個環保是一個道可良知的一個事業 只要大家把那種心放在這塊土地 我相信 垃圾的問題就可以隱暗而解 不是一昧就是一定要燒或是怎麼樣 如果你要燒 你當初的設計是否完美 你當初的切屍 你怎麼不拿出來探討呢 文化魯在礦縣長恩根內 他提出了十大的切屍 你從來也不提 你說你會依法行政 你說你會把關 你如何讓人民相信呢 所以你的政策是失敗的 政府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對的 你的視野不一定是關專 代表專業民意 改革民意會想要我們民意主流來做一個決策 台中是不是有那種條件來燒垃圾 這BOT案再烤下去要300噸 那我們的財政可以解決嗎 那我們如果做一個合理的一個分配 讓什麼國化我們另外13個一個垃圾野埋場 把真正有毒的東西把它過濾出來 做一個高度環保的程式 這個不是更好嗎 你認為呢 我告訴你 那你說要蓋新的野埋場 沒有的地方可以讓我們蓋 好 等一下 我先講一下 那如果有地方呢 你可以接受嗎 民眾不反抗嗎 我處理 好 你處理 可以嘛 這個再談嘛 好不好 如果找到地方 民眾都幹起來 我們再談 好 那我們再談 第二個 垃圾馬上面臨 如果今天大家反對這個爐渣 這個再生地料回來 明天的垃圾就馬上再接頭 我說怎麼辦 那是你講的再生料 你講的安全啊 政府做的事情 那個是安全的 報告一 這是中央訂的法規啊 對線桿就放個地方就位置就錯誤 就不安全了 你就不講 法規的 法規 不然他要怎樣 就是法規有法規 不要是談法規啊 如果要談法規的話 這個政法怎麼沒有辦法施政啊 民主法規要這樣易法規嗎 民主法規 是 你真的有守法嗎 當然守法啊 你要怎麼守法 我當然守法 你怎麼守法 這法規來做 那在漂流物 這樣你們環保局大雞蛋疑似的 你怎麼不調查呢 這跟環保局什麼 跟你沒有關係啊 漂流物不是環保局的 那是我的範圍 那個是警察一調查 司法警察權 環保局那有司法警察權 你去跟哪一條 我告訴你啦 環保局在 這範圍領域裡面 機具失火了 漂流木遺失了 你們不調查 然後推給警察 所以這是警察 你們要先做內部調查 內部管控是怎麼樣管控的 不談 然後都講那什麼法令 不要這樣做 拜登沒有啊 沒有那麼多線啊 我告訴你啦 我們要很多時間了 議會如果解憶的東西 我很尊重 但你不要私自主張 隨便換換換換 什麼那個很安全啊 什麼土地找不到啊 瓜哥議員 我們是照這個法規來講 我沒有說我放隨便換換 那個法規本來就有些事 政府有脫節啊 老闆也聽我講嘛 有脫節啊 沒有脫節 你已經脫節了 這個法規還在啊 你不只在工作上脫節啊 我覺得你跟家庭的關係都脫節了 錯亂了 這跟家庭關係脫節了 那對我而不是這樣引起 不是啦 會 我給你解釋啊 嚴世光在笑你咧 不是啦 議員 我給你報告一下 我們說依照法規在法官 不是我隨便換話 那你的意思 就是民進黨的環保署長林議員 要求你們啟動台東的胡沃魯啊 是還是不是 講白就好了 包議員 講白就好了 我講嘛 署長說 垃圾是地方自知失誤 我們台東縣政府有 他的態度呢 他沒有說一定要啟動啊 他的態度怎樣 講清楚 他的態度怎樣 他說你要問署長啊 沒有啦你啊 他是尊重地方的民意 他的態度呢 他有這樣講 講怎樣 他尊重地方的民意 我們的抉擇 那你的態度呢 我也是尊重啊 共識啊 所以你講的簡單 不是 跟爺爸爸講 不要開啦 我跟你講 我沒有跟你開啦 不要開啦 明年我們 1月2月說會把 黃建廷剩下兩年的任期 我希望你不要陪他忙肝 對台東的資產的掏空 你都不講 70年的設定的 什麼地上錢 亂七八糟啊 我會跟你開啦 新春處人來你請客 你當新春處 你覺得台東的現場 五星級的現場 你是趕他打幾問 你帶著好朋友喔 這不是好朋友的問題 你現在不可以做好朋友 要錄嗎 現在不可以做好朋友 這是你說的 就是雜誌的頻率 五星的部位是雜誌的頻率 什麼名字 雜誌 雜誌 要用買的就對了 沒有啦 我現在都沒有買 公衛婦員都用買 我們建議五星級那些雜誌都買 跟苗栗那些兄弟那些都一樣 五星級的那個 剛才我們吳秀華議員就跟他講 文貴說的事情 你認為他五星級嗎 處理好了 沒處理就沒抓 別說假的 台東的資產有辦法用70年喔 我看起來用150年比較好 報告大會主席 我要慎重跟各位說明 台東的資產是屬於我們錢引所共的 你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的所為 把司機任的現場的命運 全部一次的割讓給別人 這是錯誤的 好的市政我們可以證明 我們就把他把他 把他的額勒發揮 走路之後軟齊八糟 跪停那塊土地可以用70年到 然後又把那些人 早期在那邊趕走 然後又查封他們的戶頭 叫他們要付他的立事會 可恥 要求八糟不要這樣求 你回去跟他講 你給他做 他現在有在聽 上帝不願望 他的藥山回顧 最近在出場了 把他去的屁屁屁屁屁屁 今天喜樂貴處長 跟他的副處長 現在在東基組在 調查站 現在在問筆錄 看是不是 健康家領基金會 是否有涉及 台東縣農業處的小型金庫啊 這小金庫啊 是不是有勾竄啊 是不是在辦活動的時候 有給他抑注 你如果叫小火你去跟他調查看 看 看我們建築各一處的 我買健康 你叫原車 把那個健康家領基金會 帶給他 自己比較保重 這小目標標 台東縣農業都亂武 甚至在台東 開這種話 說的 跟做的不一樣 我記台跟你們記台跟人家 記台跟人家 記台落差那大的時候 他自己鼓在那裡 通風說他是五千 反省了 全低了 人民要的不是這個 人民要的是一個有感的生活 債務的重建 樂監的生意七千多萬 善意一千多萬的 賬款跑去哪裡 還有什麼心靈改革六百多萬的 我在找你看 不見銷 房間你在救災還有什麼心靈改革的 好 這些農民清了一看 請坐了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林三天林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蔡議員 蔡議員審查時間十分鐘 喂 謝謝大會主席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管局長 呃 局長 我想請問一下 在我們的消防隊的 呃 如果分配到各部落的時候 如果我們新建人員到部落的時候 呃 我們到偏鄉的地方 我們 除了專業訓練之外 還有怎麼樣的訓練 呃 最主要是要了解單地啦 呃 地形地物 呃 各個村民 呃 都要去了解 呃 那局長 我在我 我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追究 也不是怎麼樣 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呃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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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消防隊 在我們的部落的 呃 呃 確實 也沒有了解 我們部落的環境這樣 那9月27號的時候 梅基颱風 我們鄉民有報119 然後 當時鄉民報119 一直到你們的呃 呃 高級救護隊到現場 差不多有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的時間 那從大武到安塑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請問記者 十分鐘以內就可以到 十分鐘以內 那請問怎麼會有四十分鐘才 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才會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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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這個 НА不錯 那報案的地址 哦 跟實際的地址是有落差的 所以一開始 你查了之後地址的落差在哪裡 這報案人報的地址 喔跟實際的地址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對不起 那 那 報案人是報安塑村907號 90 90 907號 那實際上的地址是在 安塑村复兴路907號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EPA 当你到907号 你看不到人不在那边 你是不是会想到说 有复兴路的907号 那个就是我们就不得的反应 没有 确证报案的地址 对对可能是 我是说如果当时 我们的家属在报案的时候 可能地址上 有一些错误的时候 其实我们安硕部落不大 如果他907号 17嘛 907号 不对的话 你是不是要赶快转头到 我们复兴路的907号 当时已经40分钟 人还没到 我们的家属一直在那边做急救 急救急救 你们救护车已经到了 人当然是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那我们救护单位就 当然是也没有办法再 把送到哪家医院了 就等于是说在家里死亡 我在讲的这件事情是说 我们常常在部落里面发生 这种事情 像我们新进人员或是我们的 消防队新进人员来到我们部落服务的话 真的都没有再了解我们部落的环境 有的时候我们的消防队进了向道之后 他只进 他只知道进 不知道出在哪里 还要抛股 抛股也浪费了多少时间 所以我们新进人员到我们部落的时候 一定要去了解我们地方的环境 不管向道哪一个地方都要特别的去了解 那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家属 当然有点不高兴 而且我们地方干部也在联署上面 也发生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们的家属 可能他自己就像管局长查了之后 可能他自己又不对的地方 只是我是希望说我们消防警 下一次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每一个部落都地方很小 我想你们应该要反应非常的快 既然这个地方没有应该是可能 还有一个复兴路 所以请机长 我这个再麻烦再 好好地再跟我们的新进的人员做一些检查 谢谢蔡先生 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未来会要求我们的辖区 我们的同仁要了解辖区的各个道路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电子地图 GPS的定位 受理包安排之间 要能够很快速地掌控到消防车辆 进入车辆 它的出行的动线 是不是跟指挥东西 我想我们的GPS的系统都是最新的吗 都有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希望包安的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紧张 免得这个少收说的一段话 这个就有偏差进去 所以建议包安能能够保持理性好好的相抵 局长我想请问一下当我们报案的时候 我们的电话没有显示电话人的 有有有有 当时我们为什么没有在 会回抗 我们找不到就会回抗 可是都没有回抗啊 小米就一直 那个家属就一直在那边等呢 会回抗啦 一定会回抗 找不到现在一定会回抗 好 时间十五分钟 谢谢大家主席 我请我请 呃 民政处长 部长早 早 我说台语在这里有没有 最好讲国语 最好 台东哦 一年一度的一个一件大事啊 也就是我们每年都有在举办的这一个 年宵绕郡的活动 台东的 呃 我们 一年度哦 每天灯 南风放 台东的是什么 坦丹 坦丹嘛 为什么 我现在有听到外面在讲哦 今年的延宵点 台东县政府 不再承办这件事情 有没有这回事 老爷 其实延宵好像 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民间宗教团体在办 只有一年 这是你们的说 你们的说辞啊 只有一年县政府主办 可是后来被骂得要命 所以后来又还 还给民队 就是民间宗教来办 民间宗教办 不会被念 我们台东县政府办 会被骂死吗 说会什么 我们上一次办 这表示你们的办事能力很差哦 比一般的民众还差哦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没有 因为民间总觉得这是一个民间宗教活动 所以尽量是给民间来办理会比较好 那明年 我请问你 明年的延宵 你们到目前怎么规划怎么办理 为什么到现在外面的风风雨雨说明年的延宵节台东县政府停止办理这个活动 明年延宵的县政府是没有说要主导的意思 我们会做一些行政协助 原则上是这样 那你们有没有编列这个民间的延宵的经费 我们没有编列经费 为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宗教的活动 我们原则上是不再编列全宗教的活动的补助费用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观光性质的活动 我们才那个谁 那个观点区那边是有有边相关的经费 难道台东这个延宵节不是观光文化活动吗 所以没有编在我这边嘛 现在已经不在编在我这边了 这件事情哦 不能说现在外面讲到我们黄县长讲得很难听啊 那这件事情你们也应该去承担一些 不能说因为我们的县长是信某个宗教还是怎么样 就把这个延宵节停止办理 长期以来台东的消息一路走来都是这样 老老年来发发去 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宗教的传承 为什么要到我们秋冬可以把这个文化给终止了 刘雨昕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没有所谓的停止办理的意思 连向来这个活动就是由基本上都天后 台东县政府现在是不是不支持这个活动啊 没有不支持行政协助还是会有交通支析各方面的维持 我们还是会继续支持啊 还是会继续支持 对啊 行政协助都会有啊 你们连议算都不编怎么支持 没有台东市公所如果他把纳路一个观光活动的话是可以跟我们申请来来协助的 那现在这个经货就会在哪里 管理 管理处有一些补助观光活动的经费 哦 好 那到时候我再请问现场一下 看看他明年是怎么办 反正 不管你们怎么做 这个事情就不可以叫停下来 不可以说因为一个人反对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 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来 你对台东人要怎么交代 你做这么多 呃 我请一下那个双方寺管理长 理长你好 对 协议您好 协议您好 简单一问一下 台湾的消防分队跟土兰的消防分队 现在他们的成立 是哪成立 他们的 听社 到现在是处理到哪个方式 简单一问一下 台湾消防分队没离 我们正式建议规划设计费 啊 都然因为用地还有民众有意见 所以还在处理用地的问题 那相关所需要新建的经费呢 都已经列入华东发展基金来审查 应该是今天在准备 如果设计的话今天是会通过 那是 今天就会通过 啊 台湾美尼规划设计 奥尼晚方 台湾的用地也都取得了 是 台湾的用地取得 所以我们编夜规划设计会在明年 那明年完成规划设计可以发包施工 然后后年可以完工,起用 确定明年可以设计花包 太年可以 那道南的呢 就 creamsJ recovered 都南因为现在用地还有民众有意见 为什么民众会有意见 要在这些开定房 quero back 因為民民八成的財產問題 八成就有問題 你也要講出來大家參與一下 這塊 忽然這塊用地也已經完成波用 目前管理機會是台通線消防局 但是 倒是跟原住民保留地有一點關係 所以現在有民眾提出意義 目前正在解決這個問題 原住民保留餘地有比要去審命財產的問題更重要嗎 這有相關的法規定 要趕快去審負吧 因為地形狹窄有沒有 在島嶺那些地方 現在人口密集度比遠遠比東貨更高 現在就在島嶺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問題也不能說放在原住民保留地都沒有處理 都在處理啦 公部門的事情 你們要盡快去處理 不能耽擱到民眾的權益 你也要盡快去處理一下 我們就像三分證我 給我們的陳志豪陳議員 來 謝謝習近郎習議員 我要請教 請教我們那個文保體長 沒有 我三千秒 我跟你說齁 我們 我簡單問你 我們的福馬場 有沒有可能使用 這個明年的一月我們會提出公經會 環保署有沒有直接下命令說 環保署有沒有直接下命令 沒有直接下命令 沒有直接下命令 他只告訴我們各社各縣市是自己要負責 然後他說建議我們這個 大家是不是來討論這個文化草要取用 他當然尊重 署長說他尊重地方 有建議說可能要取用 對 不是他尊重地方 他會這樣講 主委你 情侶告訴我怎麼跟我們一兩可 有建議要取用 要尊重我們台東民意 對 如果說 是 有個地方 讓你能取用 我們環保署會不會補助 補助補助才不要非用 當然 來 第三天議員在跟你講的 不是在跟你麻辣的 所以說你們每次 你們每次聽到他在講話 都疑惑都不可能 你們過幾天後 我們後面會只會一個大海報在那邊 如果有地方 環保署會不會再補助我們請做 正式啟動 也埋場 文化草啟動 文化草啟動 這個現在目前 我們在跟國發會 申請那個華東基金 如果我們這個提案如果過的話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蠻大的 是 鹽有藏子嗎 當然是鹽有藏子 不可能 鹽有藏子不可能讓你燒 不是 如果他再重新蓋 我跟妳講 如果有地方 重新蓋 我跟妳講 不可能 現在台26已經不讓我們過了 那一共西地 那以期他們畫畫為什麼三地 短路地嘛 那我們就在他們 就在我們的現境裡面 在他隔壁 我們就蓋盆化廠 全部 那一條道路 就作為垃圾車在行駛了 在我們現境 不是在那盆東現境 反正台26就不能過了 台26解決了 台東垃圾解決了 盆化廠一起用 那我們就試營 如果不用讓怎麼 一頓去1.8回來 當然是幾隻有一點濃縮 一頓去1.8回來 因為八成不相信 說妳那不動 你說是射到漂亮不漂亮 八成也不相信 說那不動也不相信 如果要這樣解決 可以了 我覺得 妳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拿我幾個議員 我先拿早說 其實大家 我們這些議員 都有重新 那第二人如果沒有過 跟妳來這幾個議員 有什麼身體 百分之 那也沒有住人 那還可以在那裡洗手 在那裡洗手 我們在那裡盡作 再解決 只要環保書館 妳要寫這個計位去環保書館 這就當然了 真的比較準 蛤 那要重新 台積和電器 一個分化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裡拌過就好 拌就拌啦 怎麼沒有辦法拌 像我們國調電器 這樣沒辦法拌 怎麼會這樣 它怎麼會在那裡蓋 怎麼可能 你可明不在那裡 我沒辦法 那很多錢 那可能沒辦法 我本來問問 那好嗎 那不可明 一的可以拌 十的可以拌 整個大廠八成 我有一百元都要拌 那事情才沒有我們過 那你去看我們這個就好了 你在煩惱什麼 那我們的本書也都解決 那第二人也解決 那你要修 要修也都可以解決 要修就來修 要修就來修 他這建議太好了 還是 他跟我看公司一筆 陳陳義你建議太好了 還是這可能在集中有困 後來主要看 你怎麼做我的意見 我做我的公司會 我來講 我來講 我來講時間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喜劇農議員 謝謝陳智露議員 謝謝 其實那個 岩敏處長 不是 那個名稱處長 剛剛喜劇農講的 你看每個縣市在辦 這個大型的宗教活動 縣市都會很熱絡的去參與 為什麼我們台中縣政府 看到這個就一直在躲避呢 所以回去可以再檢討看看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張主嵐 張遠請討時間十分鐘 謝謝 謝謝 先生 我的集數長 各位同仁 媒體先生小姐 分析 第一次發言 今天我想有一些事情 我希望各位 不要認為說 我們一眼在講的時候 也是要招了麻煩 或是招我們這個集數麻煩 其實這不能要排除 我們大家你們現在在工作 我們在工作 我們都是為了抬動這塊土地 也為了抬動這二十三萬人口 我們大家努力的也是這個方向之一 其實很簡單嘛 我們做對的 我經常講對的一定要轉身 如果不滿意的可以建議 應該大家民主政治應該有這個啞亮 這連開會下來上一期會都不談 然後 那這個人就感覺很奇怪啊 那上一期會先我去和講啊 講一些不堪熱的話 那我就要嘗試啊 到底我們的公民在哪裡啊 議會每一個議員他的認知到哪裡 結果每一個議員的認知 都是目標一致公司 所以先生我有時候翻查 翻查議會的生態 是有問題的 其實議會會給政府預算通過 很多問題都是說啊 這個這樣講你就知道啊 大家不好意思啊 你就比較辛苦 給你機會 事實上 很多問題都是要拿出來檢討的 有的預算 真的是不能過啊 但是還是過 我昨天我聽到一個議員在問 黃東海 啊這個有通過嗎 那就很簡單嘛 就愛於前面嘛 好啦給你過 給你過 很多人不小心就沒有注意到 齁 我舉個例子齁 大家應該可以體會出我的用意在哪裡 今天黃寶寺長 我在這裡齁 要很慎重的來提出這個問題 黃寶寺 這個 這個對你來講是一個很不公平 就像城府之前 啊 有一個大會的時間裡面 台東縣議會為了熱術場的問題 文化的問題 然後就對縣長有意見 那個時候本來就講 這個問題跟黃建廷其實關係沒有 他也只不過是針對問題來解決問題 他也講過一句話要把傷害降到最低 他也講過一句話 他不能說以前人做的事情 現在他不管 表示他要對台東縣議會負起責任 對台東縣議會負起責任 我印象沒有錯 我一次屠落 我也沒有針也沒有解 這是憲然講的 今天你來當黃寶寺長 我也跟你講 你今天當黃寶寺長 你要承擔很大的壓力 你要面對很多的問題 但是你不要怕 人家給你意見 但是你要堅持做對的事情 你要走下去 這是解決問題 今天我聽到 我今天知道我有很多行程 但是我一定要講話 黃慧龍議員也跟我講 我相信你們都很清楚 今天的文化盧當初我沒講 你們都不要很高興 有一天 曹代換人 這個 這個不是你理想的目標 我在另外講的 再三強調 今天呈現了 那個時候中央的信息就給我 有機會的話 所以不可以這樣做 那這個文化盧的 全身的 就是因為中央的決策 要每一個限制一個文化盧 是不是這樣 那個時候我知道 所以本期沒有全民 我堅持不肯 同時那時候黃明恩 當局長我來當院 95年 我就解開神秘的念商 當年的背景是怎麼樣 我也強調他三個重點 文化盧給你蓋 基於這三個重點 你永遠不能使用 我叫他解開神秘面商 他就笑笑笑 我就把他幹出信復了 我說這個錦啊 你帶回去 由一天打開來看 今天都呈現了 一樣樣都呈現 所以在這次會期 三次會期 好幾次會期 你也同仁關心到這個問題 我們也跟你一件 所選 所選 把各鄉鎮所有的垃圾場 先活化 才是解決之道了 自己的地 自己的事 自己處理 最大刀現場嘛 最大刀議長嘛 所有議員啊 你們都談好了 台東這一塊 這個東西就是台東的事情 台東的再有一件 還是台東的事情 自己處理 今天你拿到外面 外面說 他要你會端拿到自己來 要回到你台東來 你怎麼處理 你講 這個東西丟給誰 誰都不要 以大台東來講 大台東也不要 這個就是燙手三里 很棘手的事情 你要怎麼去處理 但是我還是感覺說 你這個棘手是不錯 很有神當 很有見證 因為怎麼講你 你還可以笑 表示你有責任 你願意挑這個責任 你認為問題你要去處理 一般人沒有說 那沒問題 我是要找你 沒問題也沒問題 但是你還是願意 所以我們還是會 我們還是給你掌聲 謝謝 可以 好 但是我們所講的 當初會期我們講的 希望這個垃圾在台東每一個鄉鎮 我再三的強調強調強調 民主會也好 定行會也好 就是希望你 就地活化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沒問題 財東的垃圾塔 文化炉 你要燒 能不能燒裡面很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剛剛陳議員所講的 林參議員所講的 找個地給你 這是非常好的方向 他的問題 如何去推動 還有一個慢環的路要走 但是最起碼 他提供的意見給你 這是非常好的 讓你多一個方案 對不對 這你看 跟陳政風議員講的 沒問題 我講 我就這個事情來講 文化炉的機器 台東本身沒有吧 你也是從國外搬進來 他都會搬進來 你不能搬到那邊去嗎 陳議員報告 他不是有機器 還有那個 組結構 還有土地 那個費用非常高 不是 我現在講說 費用高低 那個是另外一塊 我講的他不能搬動 東西可以組合上去 就可以撤下來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那個搬切的費用 還不如重蓋 那你這樣解讀 也許 我可以接受 那是多少錢的問題 便宜不便宜的問題 問題說 你說不行 那我 我有意見 我是說困難度很高 現在好 王衛龍議員 說跟我講 他說你打負他 說放在 溫泉建福山莊 被殺死的那一塊 對不對 當初是還給建福山莊 標期的嘛 現在沒有贏 我告訴你那一塊 是在那個 資本橋下去 就是防線道路 那個是一個 資本溫泉專用區 對 好 談到這裡 建政委官員 都到百分之多數人 都台東人 台東是要發展觀光 幸福加油 台東走的路是觀光 台東基礎是講幸福 那你把這個東西放在那邊 溫泉地區 資本地區 是台東觀光的門面 也是它的門幕 觀光的定基的中心點就在那裡 它是台東現在第一個觀光點喔 在台東的民主政策 歷史 到現在 就是那個點 其他陀進書路牧場 那個都不是啦 對不對 所以你放在那邊 顯像 沒錯 我的意見 是行不通的 你如果放在那邊 台東的觀光就死掉 台東的幸福城市也死掉 這個媒體發達 哪一講出去就完了啦 都沒有了啦 台東就整個沉掉了 這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參考 我再一個意見給你 各位 各位官方的官員 你們今天 台東曾經有危渣的產生 曾經有人經營放在某一個地方 當然很好賺喔 仔細 就 那一點點 我把它講完 好不好 因為後面 OK 這個衛照放在那邊 買下去 買下去 由他們蓋房子 買下去 旁邊有人記住 深夜去買 結果 我們 去參加一個公祭 這是怎麼過往的 瞭瞭 通通跟 通通跟 剛才我講的 裡面說要換東西 那兩個字 通通 千年關係 很嚴重 有 那個東西 你也不想 你洗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是有政績的 他可是沒有處理過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處理 處理跟有沒有處理 這個我不知道 天下沒有說把那個東西都處理 你沒什麼事 你剛才講成本問題 那只不說騙而已 你說很多東西 輻射什麼東西 他說標準 標準值多少 你知道嗎 我們也不懂 甚至於在那邊上班的人 他不是專業人員 他不是科技人員 他也不懂 他也是天天而已啊 他會有一個國家實驗室的 標準的實驗室的報告 那個 我們都聽不下去了 醫學生有沒有 他講的那 就怎麼樣 我們自動專業 專業講的是事不事實 我也不曉得 但是問題是 像國際信大 資訊發展 全世界所講的科技 很多科技都偏人 我們不要再相信 我們要相信自己 自己的安全 但是我們要幸福一點 怎麼樣去想辦法把這些問題去解決 剛才我講的 已經成習慣的東西 自己的東西自己處理 也不要透過任何人 也不要去環繞 就是所有相鎮的垃圾 自行處理 但是 我們的政府 要全力全力的協助他 給他經費 就地佛化 這是佛化要時間 佛化要時間 佛化要時間 你處理這個事情是遙遙無情 你永遠處理不了 我先跟你斷言 可是像每天都產生垃圾 今天你的垃圾場 佛化爐可以營運 可以動 你還是處理不了 不能動 你也不能處理不了 佛化爐不起用 也處理不了 佛化爐起用 你也處理不了 這個雙向鐵軌 兩個鐵軌都不能用 人家單一鐵軌 還靠基礎性 可以行駛喔 兩個鐵軌都沒有 都不能行駛啦 這是 對台東 來講 是一個難題 那你擊掌很辛苦 你們的團隊都很辛苦 所以這一點 回去以後 不要隨便發布新聞 冷靜的思考 解決台東的問題 台東的麻煩 從今天開始 非常多的麻煩就開始進來 所以你們都要面臨考驗 那就靠你的智慧 靠你本身的能量 所以我講到這裡 希望 這個非燈的問題 你一直養到人家給你燒 你就有這個東西回來 為什麼 你說再好 去鋪馬路 這個第一個不道德 蓋王子 殘殺生命 沒有蓋王子 啊你講沒有啦 不賣啦 現在馬路上有沒有 馬路上不會燒的 那個都會在每天熱氣吃的話 就完蛋了啦 這個要 要好好的討論 這個 謝謝主席 我提供這個非常 誠懇的意見 因為我是台東人 是 對啦這個要好好討論 不要連累了 阿老婆 這每一樣都是要時間 對啊 哇 謝謝長爺 謝謝 決策的錯誤已經是要後骨路了 謝謝 謝謝長爺 好謝謝 張主嵐 長爺 也謝謝 今天各位 我們集處所長 還有科長們 還有媒體先進 我們今天早上的會議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明天在主持開會 下午 分組審查 自己收集一下 好 謝謝各位 謝謝